第632章 攻击开始 6000公尺的高空 气温已经很低了 但这种低温对兵级战神甲来说 却是最好的补充细薄的空气中充满冰元素 在兵级战神甲的过炉下 自行补充它之前消耗的能量 然后再将吸收来的能量储存 压缩 并将一部分回宽给霍宇浩 霍宇浩心中赞叹一声 穿住它 我就是超级斗罗层次的存在啊 瑞瑞帝国虽然也已经研究出了人形混岛器 但要和我这间用极品材料打造 耗费了轩老师数年心神 再加上我们唐门基阔所打造出的超级人形混岛器 他们还是差一些的 一边想着 霍宇浩已经开始了行动 他的精神探测以最大程度向外扩张开 来到了6000公尺高空 他就不幸在这个高度日月帝国方面 还能布置出精神屏障来 到了这个高度 就算是超高空侦测混岛器也不存在了 不过 日月帝国在高空探测混岛器方面的能力 依旧让霍宇浩暗暗赞叹 在这高空之上 他至少发现5000米 依旧还有高空探测混岛器的存在 数量虽然不多 但每一个体积却都不小 而且构造十分精密 如果不是为了这次行动 他真想弄一个回去研究 研究 悄悄前飘 霍宇浩第一个掌上的 就是在这5000公尺高度飞行的超高空探测混岛器 他悄无声息地观察了片刻 就感受到了这是什么混岛器 这分明是卫星混岛器啊 专门用来传输 通讯的体积巨大 能够在500里内传递各种讯息 只要每个500里布置这样一个混岛器 就能够进行超远距离传讯 哪怕是万里之外都是没问题的 不过 这种卫星混岛器本身并没有什么攻防能力 也没有侦测周围的能力 霍宇浩悄悄贴近之后 在一个不起眼的缝隙中 悄悄塞入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圆形金属片 他此时是模拟魂技和精神干扰领域 双重开启两大护身技能都开启到极限 就是为了预防万一 精神探测更是始终笼罩着周围的广阔范围 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毕竟他也不完全清楚所有日月帝国的探测混岛器 没有任何变化 第一个金属片安装成功了 完成之后 霍宇浩悄然后退 又观察了一会儿 眼看周围所有探测混岛器都没有任何动静 下方距离最近的混岛器阵地也很安稳 这才松了口气 这第一次尝试是最重要的 为他接下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很快 霍宇浩就在高空中移动开来 他也不怕麻烦 在5000米高空之中的探测混岛器是距离最远的 但他并没有就近到下面去给其他混岛器安装上那种金属片 而是就在5000米的高空之中 将明都上空所有这个高度的高空混岛器都安装好之后 然后才向下飞行 到了4000米的空域 如此这般 霍宇浩飞行速度虽然很快 但当他给所有明都上空 3000米以上位置的高空探测混岛器都安装完毕之后 也已经过了一个半时辰之久 3000公尺以上高空的各种侦测混岛器 一共有63个每个距离都很远 霍宇浩又要特别小心 这也是之所以耗时这么久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兵级战神甲 霍宇浩为了安全起见 甚至要休息一下才能再继续了 接下来的任务更加繁重 因为500公尺和1000公尺高度的各种侦测混岛器 总数量足足有400多个 其中1000公尺高度的有270个左右 500公尺高度的有160多个 霍宇浩在计划中 就是放弃那些500公尺高度的探测混岛器 那些会在稍后进行对付 但1000米高度的却是必须要给他们进行安装的 但是 在这个高度范围 也是最危险的这些悬浮在千米空中的探测混岛器 本身探查能力就很强 下方500公尺高度的探测混岛器 不只是会对地扫描 对控也同样可以扫描 所以 霍宇浩必须要透过精神探测 来尽可能地规避那些 有可能发现他的探测混岛器 霍宇浩在空中略微停顿了一下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稍作放松之后 他的精神探测由原本的大范围覆盖 变成了小范围精密探测 将精神探测的覆盖范围只是在周围直径千米境内 这样他就能够更加细微地探查到周围的一切能量变化 甚至包括各种侦测混岛器 释放出的侦测波之间的变化 一切竟在掌握 飘染下落 没有散发出一点点的气息 来到了一个正在游异之中的探测混岛器旁边 手腕灵巧的一番 一块金属片就悄无声息地送入了 他自身无法探查到的死角位置 然后身形在闪 霍宇浩在空中一个药子翻身 背后飞行混岛器悄然加速 带动住他的身体瞬间横跨百米 在飞行的过程中避开了数道精神探测波 身形折向 再转到另一侧 稍微下坠 又是一次灵巧的翻腕 又搞定一个 其实 以他所掌握的暗器手法 如果是远程施展的话 也有很大的把握 但是 那样的隐蔽性却远远不如他亲手贴放 每一次安装 都小心翼翼 不如有任何差错 一丁点的失误有可能都会暴露自身 这关系到他们这次计划能否圆满完成 他又怎敢有半分大意啊 和之前在高空室相比 霍宇浩这次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身形在空中辗转 腾楼不断地将一个个金属片 贴在那些探测混岛器上 动作犹如行云流水 没有半分停顿 而所有的各种探测混岛器 全都在他的精神探测掌控下 无所遁形 如果有人能够冷眼旁观 到空中那些侦测混岛器 释放出的各种侦测波 一定会对霍宇浩现在的行动 判为观止 他的每一次闪动 每一次加速 几乎都是从数到 甚至是实数到探测波交叉之间闪过 有几次肩不容发之际 他甚至不得不使用瞬间转移 来规避这些侦测波 尽管这些探测波 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发现他 但为了谨慎起见 霍宇浩还是尽可能 不让任何一种探测波 落在自己身上 当他完成了千米高空的 最后一次贴合之后 整个人在空中略微停滞了一下 然后瞬间加速 远顿 大脑传来短暂的眩晕感 这是精力消耗过度的迹象 是精力 而不是精神力 以他的精神力 这种强度还是能支撑的 此时 夜色已深 明都宛如繁星一般的灯光 大多已经关闭了霍宇浩 远远地飞了出去 在一处僻静的角落落下来 盘膝坐倒在地 他大口 大口地喘息住 脸色有些苍白 眼神中更充满了疲倦 但除了疲倦之外 还有兴奋 霍宇浩完全有自信 刚才自己所做的一切 恐怕在当今 窦罗大陆上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能做到了 就算是那几位 极限窦罗等级的强者 也不行 抬头望天 虽然他看不到 所有被自己下过手的 探测魂倒气 但此时此刻 他眼中已经尽是满足 曼妙的身影 悄悄从霍宇浩体内 钻了出来 正是人鱼公主丽雅 他就那样在霍宇浩身边坐下 与尾弓起 双手抱住 就像是一位坐在地上的少女 环抱住自己的膝盖 动听的歌声随之响起 这歌声 只有霍宇浩一个人 能够听到美妙的旋律 营绕在精神之海中 疲倦感顿时 如同抽丝剥茧一般 悄然消失着 而之前消耗的精神力 也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恢复 这不是霍宇浩的魂迹 而是这位人鱼公主的天赋能力 他没有和霍宇浩说话 只是带着微笑地看住他 唱着这美妙的歌声 周围很黑 但也很安静 宁蜜在丽雅动听的歌声中 霍宇浩很快就进入了入定状态 接下来 他依旧是这次计划的主导者 他必须尽可能将自己先前消耗的恢复过来 魂力的消耗不算什么 一直有兵级战神甲的补充 消耗量不算很大 但精神力的消耗 却需要休息 尤其是经历消耗过度 让他感到很疲倦 但此时在丽雅的歌声中 他的魂合不断地收放 为他加速恢复着精神力 半个时辰之后 霍宇浩重新站起身时 双眸之中 已经又是精神异议 丽雅并没有回到他体内 而是静静地悬浮在他身边 霍宇浩右手抬起 低沉的咒语声随之响起 身上也出现了一个灰色魂环 丽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释放这灰色魂环了 并没有什么抵触 毕竟霍宇浩在和他完成契约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的那种充满光明的邪恶 实在有些怪异 但他也已经慢慢接受了 霍宇浩开始吟唱自己的咒语 低沉的咒语声悄然响起 在模拟魂迹和精神干扰领域的作用下 他和丽雅的身形被掩盖得很好 丽雅悬浮在霍宇浩身边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一圈圈魂环竟然从他的鱼尾处向上升起 仔细辨认 可不正是霍宇浩附加在灵膜上的那些魂环吗 一个不少 排列在最后一位的第八魂环 血红色的魂环悄悄亮起 霍宇浩的吟唱声突然多了一个清脆的叠音 他每吟唱出一个字符 就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清脆字符 随之吟唱出来声音是丽雅的 身为十万年魂兽 丽雅赋予霍宇浩的一共有四个魂迹 两个在魂环上 两个在魂骨 此时他取代霍宇浩来施展出的这一个 正是魂环两大魂迹之一的 人鱼二重唱 而丽雅身上之所以会出现 和霍宇浩一模一样的八个灵膜魂环 那源自于他赋予霍宇浩的两个魂骨技能之一 叫做人鱼之控 人鱼之控这个魂迹完全是辅助性的 但作用却极大 在必要的时候 能够释放出人鱼之灵 主动掌控霍宇浩的魂迹 并基本能帮他额外释放魂迹 且精神力消耗减半 这是单纯从魂迹来说 可霍宇浩不只是有着魂骨 更有丽雅这位魂灵啊 所以 这个魂迹由丽雅施展出来 就变成了丽雅这个魂灵 来暂时掌控霍宇浩的灵膜魂迹 效果无疑是更加的 人鱼之控出现在一般魂尸身上 作用可能还不那么明显 但在霍宇浩身上 却完全不同了 因为他是双生五魂了 虽然他现在也能够 在两个五魂之间来回切换 但是 切换是要有消耗的 而且施展魂迹的时候 也必然不能像正常状态那样 将魂迹施展速度发挥到极致 但有人鱼之控就不一样了 丽雅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意志 直接对他进行辅助 也就是说 当霍宇浩释放冰蔽帝皇蝎五魂 并且用之战斗的时候 丽雅在一旁 就可以使用各种辅助性精神系魂迹 来帮助他 就相当于临时出现了 两个霍宇浩在战斗 而施展灵膜魂迹的时候 仍能达到精神力消耗减半的效果 当然 在精神力消耗减半的同时 魂骨技能的魂力也是有消耗的 不过 人鱼之控也不是什么魂迹都能掌控 首先他能控制的 只有那些精神系魂迹 同时霍宇浩命运之眼的魂迹 以及三眼精灵命运头骨中赋予的魂迹 他无法使用 也就是说 灵魂剥夺 命运之伤 灵魂暴震 命运审判这几个魂迹力都用不了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王秋儿的 当王秋儿献祭给霍宇浩的时候 他的力量 就只有霍宇浩能够使用 至于第八魂迹之一的人鱼二重唱 相较于人鱼之控也是毫不逊色人鱼二重唱 能够让霍宇浩在施展他所拥有的任何精神系魂迹时 直接产生两倍的效果 这其中同样也不包括王秋儿带给霍宇浩的那几个魂迹 但这已经足够了 譬如 眼前霍宇浩在吟唱咒语的时候 也算在精神系魂迹之中 而这实际上却可以算是他的第三五魂 亡灵魔法两倍叠加 效果是什么呢 很快 答案就呈现在了霍宇浩面前 十八扇王者大门悄悄开启 一字排开 以至于霍宇浩不得不迅速加大精神干扰领域控制的范围 才将这十八扇大门全都覆盖在其中 有些惊讶的扭头看了一眼 丽雅丽雅则是向她甜甜的一笑 在精神之控的作用下 这个第八魂纪人于二重唱 只是消耗了正常情况的一半魂力和精神力 十八扇王者大门意味住什么 意味住三只史瑞克学院魂导师团撤退的速度 可出现的速度都能增加一倍啊 霍宇浩向丽雅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身 姚队明都方向手中多了一个遥控魂导器 演出开始了 一边说着 她用力地按动了手中遥控魂导器上的按钮 一丝奇异的魂力波动 混杂精神波动 就那么朝着远方释放了出去 轰 寂静的明都夜空突然被一声轰鸣惊醒 一团巨大的火花带着无数流光 在明都上空乍响 原本还平静的明都 瞬间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空中的各种探测魂导器全面展开 同时明都城内的四个大型魂导器阵地 也全部开启 可是 这有用吗 霍宇浩嘴角处流露出一丝乐风的笑意 手中的遥控魂导器不断暗动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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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剧烈的轰鸣 不断在高空响起 强烈的爆炸声远远传开 天空中 一朵朵绚烂烟火不断炸开 明都内 魂导器阵地的魂导师们 看着这一幕完全惊呆了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攻击出现 可是 空中的高空侦测魂导器 怎么会那样一个个先后炸开呢 与地面连接在一起的各种探测效果瞬间黑屏 惊呼声此起彼落地响起 可是 这却丝毫不能改变天空中高空侦测魂导器 不断炸开的结果 此时的明都上空 就像是开启了一场华丽的烟火盛宴 一朵朵精致的烟火不断绽放 颜色不一 范围不一时间 明都如此广阔范围的天空已经是一片闪亮 徐天然是在轰鸣声中被惊醒的 当他从皇宫中冲出来的时候 看到天空中那不断爆开的一团团火光 一时间整个人都有些呆滞了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个答案 伴随着天空中的高空侦测魂导器连报 整个明都内的防御体系 已经全都行动了起来 魂导师们各司其职 全力调动各种侦测魂导器的监控 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可是 天空中的爆炸 却没有半分停顿的意思 监控中什么都没有 如果要说有 那就是在爆开后瞬间出现的黑暗 这注定将要成为明都黑暗的一页 恐怖的爆炸声中 明都皇宫的联动防御已经开启 将整个皇宫全部笼罩在内 而外围的四个魂导器阵地 却没有开启防御他们的防御 一旦开启 必然要使用高能量压缩阵列魂导器 上次的使用已经消耗巨大 现在根本无法再发动他们 要保留力量 就在连续爆炸开启之际 十八扇七黑的王者大门之中 一台台沉重的诸葛神弩炮 已经被迅速推动了出来 所有魂导师都没有发出半点声息 但当他们看到远处天空中 那不断上演的绚丽烟火时 也不禁震惊地张大了嘴 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 但是 这场绚丽烟火 绝对是他们有史以来看到过的 最规模最为宏大的 霍玉浩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神光 手中的遥控魂导器已经收起 这第一步是最为重要的 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 和几乎半个夜晚的时间 总算是完成了 精神共享开启 下达他的命令 三百门诸葛神弩炮 一字排开快速列阵 在重炮魂导师团后 炮台魂导师团的魂导师 以及唐门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 也是迅速从十八善王者大门中 冲了出来 炮台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 并没有驱动住他们的炮台出现 大部分魂导师 都是推动着一些沉重的魂导器 出现在重炮魂导师团两侧的 他们在快速地布置住这些魂导器 和菜头是他们的指挥家 唐门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 都穿住他们的装备 从旁辅助 紧张地忙碌起来 霍玉浩双眼闭合 宁神静气 静静地聆听着空中的爆炸声 唐武童 贝贝 徐三石 江南南 萧萧等堂门一众高层们 都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眺望远方 看住那令人震撼的烟火 每个人眼中都流露出了 震惊与钦佩的神情 这都是霍玉浩一个人完成的 他简直就像是日月帝国的噩梦 话不可能为可能日月帝国 明多如此严密的防御 在他面前 终究还是找到了破绽 远处天空的爆炸声 终于在十几分钟后停止了 只有大量的金属碎屑从天而降 浓郁的硝烟四散纷飞 覆盖着整个明都 原本已经黑暗了的明都 又重新变得灯火通明起来 明都守军全部出动 对整座城市进行戒严被用的 高空侦测魂导器也开始被调动 向空中释放皇宫那边的 联动防御护照依旧在保持着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门重炮魂导师团的 三百门诸葛神弩炮 已经排成三行 静静地排列在霍宇号身后 有黑的炮身散发着森然气息 每一位重炮魂导师团的魂导师 呼吸都有些粗重 远处那辉煌的夜景 已经告诉了他们 这是在什么地方 聪明人更是能判断 先前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统帅们是用什么方法 引爆了日月帝国 明都天空中的高空探测魂导器 但他们却明白 今日一战 很可能会让他们 记忆一辈子在心中这样的场面 未来不知道是否会有 但至少现在 他们心中充满了强盛的战役 霍宇号猛然睁开了自己的双眸 在他身边的众人都能看到 从他眼眸之中 爆射出两道掌打米鱼 犹如石质一般的金光 恐怖的精神波动 这次毫无保留地朝着前方绽放而出 与此同时 每一位唐门重炮魂导师团的魂导师 脑海中也都出现了同样的声音 定装魂导炮弹 准备发射 每一门诸葛神弩炮 同时能够装填48枚炮 正常情况下 只是使用奶瓶和魂师们的魂力 进行压缩 增幅 然后再发射 但今天不一样 在行动开始之前 他们就已经接到命令 48枚炮弹的炮仓 全部被装入了定装魂导炮弹 也就是说 每一门诸葛神弩炮之中 都装有48枚定装魂导炮弹 重炮魂导师团 现在全体装填的这些炮弹 几乎是整个唐门半年的产量 精神共享 另负责瞄准的灵魂导师眼中黑暗的天空 变成了立体图案 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目标 发射 霍宇浩大喝一声 重炮魂导师团的三百门诸葛神弩炮 历史上第一次全体发射 消消消消消 力笑声此起笔幅响起 十分富有节奏 就像是一场辉弘的音乐篇章 从唐门众人身后 一道道火光冲天而起 带着绚丽的尾焰朝住明都的方向飞射而去 三百门诸葛神弩炮 一次骑射 每一门都会发射十六枚定装魂导炮弹 远处的和菜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部肌肉在不停地抽抽 这可都是钱啊 四千八百枚定装魂导炮弹 用在一次骑射之中 就算是掌握了最强魂导科技的日月帝国 也绝对不舍得这么做 但霍宇浩就这样钱了 毫不吝惜地 发射了一轮 四千八百枚定装魂导炮弹 在升空后的下一瞬 那一道道绚丽的火光 就在空中分散开来 有些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有些这是朝着空中 就像是天女散花一般 那种在空中飞散开来的感觉 充满了美感 贝贝南南的自言自语道 小师弟 这不是把我们唐门的暗器手法 加入到了重炮发射中吧 诸葛神弩炮在不断地改进中 每两个炮口可以瞄准一个目标 但在正常情况下 瞄准手几乎是不可能做到 让十六个炮口同时瞄准八个目标的 但这在有霍宇浩的时候 就不是问题恐怖的精神力 兴奋多用 正是它 给予了瞄准手们 全部二百四十个目标的准确位置 炮弹发射的顺序是分先后的 并不是同时 所以才有先前那如同音乐篇章一般的感觉 而爆炸也自然是同样 因为顺序而变得有先后 高空侦测浑倒器几乎被毁灭一空 但五百公尺左右的低空浑倒器 还是存在的 尽管它们大多数是进行地毯 是搜索所用 但当远处突然出现了 这么多浑倒炮弹的时候 它们还是第一时间给了回馈 围绕在明都周围的四个浑倒器阵地 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开启了联动防御 在不知道敌人的攻击 是什么的时候 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剧烈的轰鸣 也先在这四个角落爆发开来 明都这四个浑倒器阵地 在失去了高空侦测浑倒器 侦察的情况下 太被动了 它们只能透过自己内部的 对空侦测浑倒器 对这些飞射而来的 定装浑倒炮弹进行锁定 可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而且太快了 它们也不可能 对所有定装浑倒炮弹进行拦截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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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几乎同时 在明都的四个角落响起 有在空中炸开的 有在浑倒器阵地防御护照上 炸开的一时间 彭扶烟火降落到地面似的 而且还是四面开花 就在这四个角落 持续爆炸的同时 空中也再次出现了一团火光 这一次 爆炸距离地面就要近得多了 因为那些被炸开的 正是低空侦测浑倒器啊 两百多低空侦测浑倒器 几乎是在瞬间就被干掉了 接近一半四个浑倒器阵地 自顾不暇 更别说它们这种低空侦测浑倒器 根本就来不及和浑倒器阵地 互相配合 让浑倒器阵地对攻击进行拦截 第二轮 发射 当四面开花刚开始的时候 霍宇号已经下达了第二次发射命令 第二轮音乐的篇章随之响起 又是480枚定装浑倒炮弹 悍然出击 朝著明都上空飞射而去 和菜头心疼地闭上了眼睛 而更多唐门浑倒师们眼中 却满是震撼与狂热 这才叫现代化战争啊 完全依靠火力 给敌人进行远程打击 它们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 敌人在遥远之地 它们身后更有十八扇 随时可以撤退的王者大门 士气之高昂 可想而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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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几乎是接踵响起 这一次 除了压制四个浑倒器阵地之外 更多的炮弹依旧对准了空中 低空侦测浑倒器 在这一轮轰击下 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的存在了 还有那些临时起飞的 被用高空浑倒器 还没有上升到它们的最佳位置 就被强行轰了下来 第三轮 准备二师兄 给我霍雨昊 向刚刚来到他身边的和菜头 伸出右手 和菜头眼中充满了不舍 但在这个时候 他却不敢有半分犹豫 手上光芒一闪 一个巨大的银色炮管 就出现在掌中 递到霍雨昊面前 霍雨昊一伸手 就将这长达两米 口径足有250毫米的重炮 扛在了自己肩膀上 他单膝跪倒在地 瞄准镜出现在他眼前 左手托住炮管前方 右手搂住炮管中央 最搓的那一段 犹如一尊雕像般 一动也不动 徐天然 接我太阿一击 第三轮 发射 消消消消消 第三轮 所有诸葛神弩炮装填的 最后一轮定装混导炮弹 终于发射了 4800枚四级定装混导炮弹 瞬间升空而起 这一次 它们没有再分散 因为它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 四只镇守在明都 四个方位的混导器阵地 全都承受了数以百计的 定装混导炮弹轰击 尽管那定装混导炮弹 只是四级的 但那也是定装混导炮弹啊 在不能使用高能量 压缩阵裂混导器的情况下 它们的联动防御 已经摇摇欲坠里面的 魂师们无不魂力消耗过度 备用的奶瓶能量 几乎用掉了三分之二 前面两轮 一共9600枚定装混导炮弹啊 这样程度的攻击 绝对是明都这些混导器阵地 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它们此时又哪里还疼得出手来 去对抗这第三轮呢 第三轮 480枚定装混导炮弹 全都针对于皇宫 炮弹划破长空 几乎是转瞬就到了皇宫上方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明都皇宫最外围一圈的弓墙 突然亮了起来 一共16岛金色光柱冲天而起 这16岛金色光柱 竟是笔直的冲起超过500米 光柱在空中扫动 16岛光芒配合得极为默契 轰轰轰轰轰 大片的轰鸣在空中乍响 那些定装混导炮弹还没落下来 就在这16岛光柱的扫动下 被引爆了大半 这些光柱扫动的轨迹 显然是经过计算的 全都是定装混导炮弹 掠过的最密集区域 剩余的4级定装混导炮弹 虽然落在皇宫范围内 但在那强大的防御护照面前 却是没能起到半点作用 只是溅起一轮轮绚丽的光运之后 就随之泯灭了 16岛金色光柱 就像是16根定海神针一般守护着皇宫 但是 也就在它们光芒扫动的同时 明都皇宫上空5000公尺的高空位置 一道白光须旋而立 那是一道如同长毛一般的白光 尖端向下 通体散发着明亮的白色 当那16岛金光瞬间扫动的同时 它动了 顺闪而逝 这道白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如果从天空俯瞰 就会看到它旁扶是直接穿越了下方爆炸的核心区 一头钻入了爆炸之中似的 但如果有人能够看清楚 就会发现 这道白光在飞行的过程中 不断地调整住自身角度 避开了那些爆炸的核心区域 根本没有爆炸力能够波及到它身上 那16道光柱终究没能剿灭所有定装混导炮弹 还是有一小部分落在皇宫联动防御护罩上的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速度犹如流星赶月一般的白光 也已经悄悄到了 瞬间就落在了那护罩表面上 则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那白光本身剧烈地旋转起来 就像是钻头般骤然朝着皇宫混导护罩内钻去 顿时 混导护罩内警报声大作 整个混导护罩散发出的光芒 都变得骤然强烈起来 显然已经将功率提升到了最大 第633章撤退开始 但是 那白光却依旧稳定而执着地继续向内旋转 钻入其速度之快 令人叹为观止 更是散发出牙酸的摩擦声 一道道光芒飞快从皇宫内部 朝着这道白光的方向涌来 试图将它直接摧毁 但也就是这短暂的时间 白光突然凝固了一下警戒柱 它就像是一个飞梭骤然向下一沉 虽然没有钻透 却卡在了明都皇宫的魂岛护罩上 正当皇宫内负责守卫的魂岛师们松了口气的时候 突然 一道更加纤细的白光从它的尖端处骤然钻出 瞬间落入皇宫内部 一座坚实的宫殿就在它下方 它却是一钻而入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不好 徐天然一直站在自己的寝宫门前 目睹着天空中发生的一切变化 当那道白光瞬闪而下的瞬间 它就感觉到了不妙 强烈的紫光突然从它身上迸发而出 一件紫金色的人形魂倒气 几乎是瞬间覆盖了它全身 同时 紫色光芒大放 徐天然自己骤然蜷缩起来 让自己身上散发出的紫金色光 找护住自身 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令人目不暇挤的程度 就在徐天然做出身体蜷缩动作后的一瞬间 山摇地动 轰隆隆 剧烈的轰鸣 直接从皇宫的地下迸发而出 紧接住 一道白色光柱就已经从地面冲踢而起 这道光柱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大 只有手臂粗细 但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外扩张 而且以它为中心 一圈圈宛如波涛般的白色光运 层层叠叠地向外迸发 扩散 皇宫内 每一栋建筑都亮起了一道护照金光 试图抵挡着白光的冲击 但是 这白光的威力实在是太强了 宛如摧枯拉朽一般 就将异动作建筑吞噬其中 那些宫廷侍卫们 在它这恐怖的攻击力面前 根本没办法抵抗 就瞬间灰飞烟灭 不过 在这个时候 日月帝国的底蕴也随之显现出来 一道道光影不断在皇宫内亮起 这些光影什么颜色的都有 却全都朝着那扩散的白光波涛社区 化为一道道屏障 全力地削弱住白光恐怖的威能 同时 皇宫内部的魂岛护照也向内收缩 那十六根金色光柱 也同时朝着白光剿杀而至 化为另一道屏障 将更多的白光波涛阻挡在内 这白光落下的位置 正是日月帝国皇宫核心区 徐天然此时感觉到的 就是一股股无比锋锐的恐怖魂力 在清晰自己的身体 他身上不断有一道道光芒爆开 那都是日月帝国供奉堂的魂岛师们 为他精心制作的各种防御魂岛器 徐天然虽然被那白色波涛扫过 但终究凭挤住这些强力的防御 再加上自己身上的人形魂岛器 逃过一劫 但当他从白光中钻出来的时候 身上的人形魂岛器 已经出现了多处裂痕满身的尘土 就连他那双假腿 都因为承受巨大的爆炸力而破裂 令他只能是匍匐着爬了出来 明都城外 霍玉浩身体有些摇晃着 将肩膀上的巨大银色炮筒递给和菜头 撤退 三百台重炮迅速朝着 十八道王者大门涌去同时 一层金色光运也从两侧亮起 化为一道光照 将所有重炮和十八扇王者大门 全部笼罩在内 霍玉浩一咬舌尖 强打精神唐武童不断将魂力注入他体内 这才稳定住他的身体状态 人鱼公主丽雅悄悄出现 他又一次释放出了人鱼之控 一圈圈扭曲光运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将魂岛护照保护内的一切 全部变得模糊不清 就在他们完成这些的同时 远处 一道道光芒已经从明都方向升起 朝着这边覆盖过来 这里毕竟是明都啊 日月帝国首都 当今天下第一大城 在遭受了接连沉重的打击之后 明都的反击终于来了 尽管他们没有高空探测浑倒器的指引 没办法找到霍宇浩他们的具体位置 但从之前先后14400枚定装浑倒炮弹升空的方向 也能判断出大概了 所以给予霍宇浩他们这边的 就是地毯式轰击目标 就是要压制他们 以防他们再继续攻击 而这一切 却全都在霍宇浩的计算之内 联动防御护照 来自于对日月帝国东阳城 以及明斗山脉那边浑倒器阵地的劫掠 这联动防御正是日月帝国的得意之作 此时在乃瓶的支持下 却给唐门众人以保护 重炮浑倒师团先撤 炮台浑倒师团的浑倒师们 和唐门浑倒师团的浑倒师负责断后 或与号他们在最后 地毯式覆盖攻击 固然笼罩了这边大片的区域 但因为攻击太过分散 自然不可能重点打击什么 偶尔有一道道轰鸣 出现在联动防御护照上方 却根本无法动摇 三百门重炮 已经迅速地通过王者大门 十八扇大门 足足让他们撤退的速度 提升了一倍 只需要十分钟 他们就能够全部撤离 之于其他人 撤离的速度就会更快了 明都皇宫内 在那大爆炸之下 已是一片狼藉 超过五分之一的皇宫 变成了废墟 一道道光影 分别从皇宫方向升空而起 其中就有三道 直奔唐门这边 飞了过来速度之快 宛如电闪雷鸣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 一直笼罩着明都方向 对于明都方面的每一个反应 都清楚地掌握住 感受到这三道身影升空 他的神色也不经意领 这三位身上 都散发着极为强盛的魂力波动 九级魂导师 日月帝国供奉堂的 九级魂导师 一道金银双色光柱 毫无预警地 从远处高空骤人而落 悍然轰击在了 唐门这边的 联动防御护照之上 顿时 整个护照都被渲染成了 晶莹双色联动防御魂导器 顿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内部奶瓶中储存的魂力狂跌 这时 日月神针 星空斗罗夜雨林来了 霍宇浩眉头微皱 却依然不畏 他早就判断出 这次攻势 就算发动得再突然 他们距离日月帝国明都 也只有十里而已 这个距离 对于九级魂导师 等级的强者来说 转瞬极致 所以 他们撤退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遭受打击 这也是为什么 唐门一众强者 留到最后的重要原因 霍宇浩沉声道 对方有三名九级魂导师 我和武童 拦住星空斗罗夜雨林大师兄 您负责左侧那位九级魂导师 三师兄 你负责右面那位武师姐 济兄 你们辅助大师兄古一 秋秋 你们辅助三师兄四师姐 你负责指挥大家撤退二师兄 炮火掩护 随时增援走 三位九级魂导师的破坏力 绝对要超过三位 封号斗罗一对一 封号斗罗不畏 但如果给魂导师们 充分的距离和时间 他们的破坏力 就会是极度恐怖的 所以绝不能眼看着 他们肆意攻击 否则 魂导护照被破 不知道有多少魂导师 会死在他们手中 现在对史瑞克三个魂导师团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霍宇浩当然可以命令 唐门魂导师团 应战三位九级魂导师 也不可能是200位魂导师 组成的军团的对手 但现在却不是硬拼的时候 一旦被缠住 再想走可就来不及了 要知道 这个距离 还是明都那边 距离最近的魂导器阵地的攻击范围内 所以 霍宇浩当机立断 带领大家 直接选择了正面战斗 三位九级魂导师虽强 但他们的实力 也绝对不弱 谁胜谁负 还很难说 而只有他们进行战斗的话 脱身起来就容易多了 毕竟大家一起配合多年 早已默契十足 叶宇灵脸色冷峻的遥望 不远处下方 那光芒扭曲的光照光照内的情况 完全看不清 里面虽然有光影闪烁 能够辨别出有很多人在 却看不出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叶宇灵没有太靠近 这位强大的星空斗罗 虽然对自己很有自信 但从之前这边袭击 连皇宫防御都能打穿 他就明白 这些偷袭者的整体实力 绝对不弱 那最后的一道白光 必然是九级定装混倒炮弹 而且还是专门 针对防护罩的那种 否则的话 以皇宫防护罩的威能 又怎么可能被钻透呢 不过 也因为那枚九级定装混倒炮弹 在穿刺方面使用了大量的能量 进入皇宫内之后 爆发起来的威力 才没有达到真正九级定装 混倒炮弹的威力 不然 损失只能是更惨重 他和另外两位九级混倒师飞出来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拖住这些人 只要等明都这边换过手来 就能够对他们 进行全力以赴的攻击 务必将这些带给 明都巨大损失的敌人 一网打尽 坦白说 叶宇林心中并没有太多愤怒 损失是国家的 他只是供奉他更多的是好奇 好奇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够组织出如此强悍的攻势 对明都产生突袭这些人 可是几乎打掉了明都上空 所有高空侦测混倒器啊 还压制的明都 四个混倒器阵地 无法动弹 就在刚才那段时间 动用的定装混倒炮弹数量 绝对上千 这绝不是小势力能够做到的 恐怕是国家的力量 而日月帝国方面 竟然对于一只这样的力量茫然无知 被人家运送了这么多定装混倒炮弹 到明都旁边都不清楚 发起这种攻击 就算是使用定装混倒炮弹 也一定不能距离明都太远 这些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日月神针一击之下 叶宇林也开始在空中 透过吸收奶瓶来恢复魂力 他这日月神针威力极为强大 但也有其问题 那就是消耗太大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树道身影 突然从那联动防御护照中飞出来 其中两个人朝着自己的方向迎来 冷哼一声 叶宇林右手向空中一甩 数十道光芒迅速升空而起 这些光芒 彭扶都是从他身上自行生长出来的 一般每一道光芒 升入空中后 都是迅速变大 化为一团团强光 犹如星斗一般 悬浮在叶宇林头顶上方 星空斗罗的名字绝不是白叫的 论战斗力 叶宇林在日月帝国所有供奉之中 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数十颗星斗在空中凝聚完毕 他的精神力就已经锁定来敌 但就在这时 突然间 一股强烈的警罩在心中升起 眼看着 那两个人之中 一个人眼中紫金色光芒一闪 触发式精神防御魂倒气 几乎是瞬间产生了作用叶宇林胸口处 一枚项链爆发出刺目强光 一道精神屏障瞬间出现在他身前 坑 强烈的金属坑枪声响起 叶宇林下意识地低头看去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 自己那九级的清醒项链上 已经出现了许多军裂的痕迹 好强大的精神攻击 他的清醒项链 虽然挡住了绝大部分攻击 但在那一瞬间产生的精神力暴动于波 还是令叶宇林暂时失去了锁定对手的能力 而那两个对手爆发出无与伦比的速度 转瞬间就到了他近前百米范围之内 叶宇林乃是擅长于战斗的九级魂导师 面对这种情形并不慌张 右手向前一指顿时 数十道光芒从他头顶上方的星光中迸发而出 在他身前勾植成一张大网 将那两个人所有可以前进的道路全部封死 同时叶宇林自己的身体则是瞬间暴退 速度奇快无比 竟是化为一道残影 一次呼吸之间 就已经到了五百米开外 防御 应变 闪避 这是一位擅长于远程攻击的魂导师 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冲向叶宇林的 无疑正是霍宇浩和唐武童 霍宇浩将人与公主丽娅留在了魂导护照内 主持精神干扰领域 让外面这几位九级魂导师无法真正看到自己大军的真容 他们几个则是冲了出来 叶宇林真的很强 那纵横交错的一道道光芒 都充满着强大的破坏力 霍宇浩也不敢硬闯 只能是拉着唐武童略微停顿了一下 叶宇林也就此与他们重新拉开了距离 唐武童背后双翼张开 在空中悬浮停顿 霍宇浩也没再去追叶宇林眼中 神光闪烁 精神探测完全锁定在这位星空斗罗身上 唐武童在身后抓住霍宇浩兵级战神甲腰间的位置 同时背后双翼迸发出无数光球 直奔空中那些星光轰击而去 叶宇林在远处稳定下身形 眼中寒光四射 目标瞬间就锁定了两人 在更高空之中地日月神针开始充能 他当然也看得出 这两个向自己接近的魂师都是封号斗罗层次 尤其是那个身穿深蓝色人形魂倒气的 更是令他大吃一惊 论体积 这个人穿的人形魂倒气 要比日月帝国这边研究出来的更小 体积小 却不代表威力弱 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令他有种心计的感觉 而且 以他的眼力 也完全看不出 这个人身上这身人形魂倒气的材质 究竟是什么深邃 通透 犹如宝石雕琢 却感受不到任何魂力波动的存在 旁扶一切都在隐藏着 但又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似的 所以 叶宇林准备用自己最强的攻击来尝试毁灭他们 他现在很想看看 下面那个光照之中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他们只要还在这里 就跑不了自己的援军 很快就到了 一边想着 叶宇林透过传讯魂倒气 爆出了一连串代表位置的数字 他相信 很快 距离这里最近的魂倒气阵地 就会带给他远端支援攻击目标 不是眼前这两个人 而是那个护照 就在这时 突然间 叶宇林惊讶地看到 一团橘红色的光芒 突然从下面光照之中射出 这道橘红色光芒速度极快 但在飞行过程中却不断扭曲 变换住 这时 叶宇林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这是右导弹 这些人竟然连右导弹都研究出来了 这项发现 令他大吃一惊 右导弹是专门针对强大的 魂导器阵地的这右导弹本身具备 有极为强烈的魂力波动 能够瞬间吸引所有侦察 而绝大多数魂导器阵地之中的 拦截型魂导器都是触发性的 因为只有触发性反应才最快 因此 这右导弹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引发魂导器阵地攻击 消耗他们的力量 同时给真正的攻击做掩饰 这一枚右导弹发射的方向 可不正是明都距离这边 最近的魂导器阵地吗 这些家伙准备竟然如此充足 果然如叶宇林所料 那右导弹发射后的下一瞬 一道漆黑如墨的影子 也是瞬间钻入空中 如果不是叶宇林 极其关注着那边的动静 或许还真看不到 但就算如此 那黑影子钻入空中后 也是立刻就消失在了 叶宇林的视线之中 这 不好 叶宇林几乎是瞬间 朝着传讯魂导器大喝出声 防御 全力防御小心诱导弹和突袭 先不要攻击这边了 今天晚上的这次突袭 来得太突然了 以至于 到现在所有日月帝国的魂导师 都搞不清楚这次攻击 究竟会达到怎样强度 还有什么后续因此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守护明都杀敌 还是在次要位置的 有着先前突袭的强悍攻势 令叶宇林不得不小心 万一接下来又是一轮轰击怎么办 霍宇浩嘴角处勾勒出一道好看的弧线 只不过隐藏在兵级战神假面罩之内 没有人能看到而已 右手一抬 深蓝色的光刃已经悄悄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上面凝结着一层洁白的冰露 正是冰雪女神的叹息 沉露刀 唐武童抓住他腰间铠甲 猛然在空中旋转360度 然后就将霍宇浩抛废了出去目标所指 正是星空窦罗夜雨林 霍宇浩的身体瞬间被甩出白米 紧接住 他全身都迸发出强烈的白光 整个人居然就那么变成了一颗光球 在空中爆发出无与伦比的速度 风驰电掣般朝住夜雨林飞射而去 冰至流星 这是冰雄王小白赋予霍宇浩的能力 瞬间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 以魂力飞行时最高速度的三倍 持续飞行时间和魂师自身秀为有关 同时自身极致之兵总量 在爆发中增强一倍防御力增强一倍 冰至流星最强悍的就是这一撞 也只有这一撞真的宛如流星赶月一般 以霍宇浩本身的实力 使用这冰至流星的时候 也能将自己的攻击力提升到极致之兵风 浩陀罗的层次 更别说现在的他还穿着冰级战神甲了 这就等于是一位超级陀罗的权力一击了 因此 霍宇浩这边冰至流星魂迹才刚发出 另一边 夜雨林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彭佛那冰至流星已经撞击到了自己身前似的 脸上流露出一丝骇然之色 这人竟然如此强大 分明是超级陀罗层次的存在啊 夜雨林对自己很自负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无法和超级陀罗抗衡 但前提是 距离 魂导师想要发挥自身实力 必须要有距离做保障 而魂师一般来说 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所以在一定距离范围内 晶莹双色光柱瞬间从天而降 那看似并不强势的光芒中 却内蕴着无与伦比的恐怖威能 硬碰硬 有毛病才和日月神针硬碰硬呢 就在夜雨林双眼微眯 等住看着超级陀罗和自己日月神针碰撞的结果 突然间 那白光巧无声息地溃散了 白色光团中的人重新显现出来 她在干嘛 没有那强大魂迹的保护 她这是要自杀吗 夜雨林心中充满了不解 但是也就在这时 她看到那人竟然朝着自己挥了挥手 不远处 另外两边的战斗也已经全面展开了其中一边 就是永恒之欲徐三石带着神圣天使叶古衣和泯灭胭脂南秋秋的战斗 徐三石虽然只是八环魂师 不是魂导师 但他的武魂自从完全进化为玄武盾之后 其防御力之强 至少在目前已知的武魂中无出其右 平级着玄武盾的全力防御 守护着他和叶古衣 南秋秋朝着那名九级魂导师迅速接近 虽然不是魂导师 却不影响他们装备魂导器啊 三人身后没有霍玉浩和唐武童那种九级飞行魂导器那东西 短时间内是做不出太多来的 但是在三人身后魂导推进器还是有的 强大的魂师在身体强度上要远超魂导师 他们三人也是所以 他们所使用的魂导推进器 在瞬间爆发出的推动力都是极为惊人的 徐三石率先发动 他的身体强度最强 所以他背后是三个八级魂导推进器 那骤然爆发出的推进速度 让他瞬间就达到了超音速水准 透过玄武盾挡在身前 就像是战场上的另一颗流星 瞬间拉近了与那位九级魂导师之间的距离 而这位九级魂导师的实力 本就是三位九级魂导师之中最弱的一个 判断这些九级魂导师的强弱 霍与昊并不是从魂力进行判定的 因为九级魂导师的魂力很难判断 他们身上都有各种魂导器进行增幅 辅助 攻击也是使用魂导器 所以透过魂力判断是不准确的 霍与昊的判断 是基于精神力进行这位九级魂导师的精神力 是全部三位之中最弱的一个而魂导师修炼到后期 想要变得更强大 精神力至关重要 在魂导推进器的作用下 徐三石带着二女瞬间冲到这位前方不远处 这位魂导师顿时吓了一跳 身上各种魂导器连续攻击 试图阻挡徐三石前进的步伐 但是 徐三石永恒之欲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玄武盾表面荡漾起一圈圈连衣 轰击而至的各种魂导器 威能顿时被化解大半 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前冲之势 那位九级魂导师战斗经验同样十分丰富 一边发动攻击 阻挡徐三石的冲击 同时也是开启了自己胸口处的魂导推进器 逆推自己身体 向后倒飞而出 试图拉开与徐三石之间的距离 在霍宇浩的安排之中 贝贝那一组人显然要更加强大 贝贝 肖肖和季绝尘 三人全都是八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魂斗罗三人加起来 绝对比一位封号斗罗更强 萧萧擅长于控制和防御 既绝尘擅长攻击 贝贝则是最为全面三人联手 就算是霍宇浩也没有战胜他们的把握 而徐三石这边 看起来似乎弱了一些 但实际上 真的很弱嘛 叶古一透过上次与万魂斗罗一战 闭关之后 不久前刚从深度冥想中清醒过来 他的战斗力有多强 只有霍宇浩心中隐约有了判断 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八十级的程度 欠缺的只是第八魂魂而已 神圣天使武魂 乃是当之无愧的当今最顶级武魂之一 拼集住这强大的武魂 叶古一所能展现出的实力 是极其强悍的修为达到八环 也意味着他这神圣天使 已经真正的觉醒了 未来一旦达到九环封号斗罗层次 其实力绝不亚于一位极致武魂拥有者 南秋秋虽然在实力上弱一些 但也已经有了魂圣境界 别忘了 他可是泯灭武魂的拥有者 胭脂龙的强大 伴随着提升到魂圣境界 也已经展现出来 而且他的身上 也有着一身兵级战神甲 尽管他这身兵级战神甲 是用没有兵灵的兵级神经打造 也不是用精神力进行指引的 但在防御方面 宣子文却将这套人形魂倒器提升到了极致 南秋秋甚至要比霍宇浩更早 拿到这套人形魂倒器 实用的已是如必实质 而这一组三人之中 最重要的还是徐三十 徐三十的个人实力 在战场上能够发挥的作用 甚至还要超过贝贝 因为他的玄武盾 在团体战斗中所能施展的能力 太强悍了 就像此时 当那位九级魂倒师 释放出自己的魂倒推进器 身形暴退之际 徐三十手中的玄武盾 却是光芒大方一彩 黄金戴帽 巧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 那玄武盾上面 光芸突然变得虚幻了 紧接住 那位九级魂倒师 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彭扶被一只大手抓住了似的 硬生生地向回拉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周围已是天旋地转 他也出现在了徐三十面前 这是玄武置换的升级版 玄武召唤在玄武武魂 真正觉醒之后 徐三十所拥有的强大能力 瞬间将对手抓到自己面前 而且是绝对成立的 无论对手有多强大 当他施展这一招的时候 只要对手在他百公尺范围内 就无法抵挡 和玄武置换一样 这也是神迹一般的存在啊 尤其是对于一位防御系战魂师来说 更是如此对袍泽 可以瞬间帮伙伴脱离险境 对敌人 可以瞬间将对手拉到身前 对付魂导师 可以说是最好用的能力了 而这玄武置换升级版的 玄武召唤 就算是霍宇浩的精神复刻 都复刻不了 只有徐三十自己才能使用 那位九级魂导师 顿时大惊失色 第一时间就开启了身上的魂导护照 无敌护照一层层光芒 将自身包袱的 犹如一个巨大的光剑一般 徐三十在发动玄武召唤的同时 身上的第五魂环也亮了起来背后 黄金戴帽瞬间与他本体融合紧接住 他整个人就像是变成了一只巨龟似的 狠狠地撞击在了这位 被拉拽到身前的九级魂导师光照之上 龟神状 徐三十的第五魂技 这个魂技的攻击力相当强悍 也是徐三十本身为数不多的攻击型魂技 或者说是攻防一体型 剧烈的震荡和刚刚被拉拽到对手身前的窘境 令这位九级魂导师 心中不自觉地出现了恐惧 但他很快就发现 对手的攻击力并不是太强大 八环就是八环啊 那一层层光照 终究还是保护住了他的身体 而且 他还被撞击地飞了出去 拉开了与徐三十三人之间的距离 对于魂导师来说 自身在战斗中没有受伤 还拉开了与对手之间的距离 无论怎么说都是件大好事 不过 他这个念头还没有完全出现周围的一切 就又一次变得扭曲 不真实起来 光芒一闪 那位被撞飞的九级魂导师已经洪飞明明 凭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道深蓝色身影 可不正是霍宇号吗 轰 晶莹双色光柱 狠狠地轰击在了半空之中那个位置 原本应该是霍宇号的 撤掉了冰之流星的霍宇号 但此时此刻 出现在那里 硬扛了日月神针全力一击的 却变成了徐三十之前撞飞的那位 是的 这一切根本就是在霍宇号的计算中 他的精神探测共享 绝不只是笼罩在自己这边的战场上 同时也笼罩着另外两边啊 当徐三十全速朝着那位九级魂导师冲过去的时候 霍宇号就已经透过精神共享 将他的作战计划告诉了徐三十 史瑞克七怪配合何等默契 徐三十用玄武召唤将那位九级魂导师拉到身前 叶古一和南秋秋都没有攻击他 而是被徐三十第一时间用龟神状飞出去 就是为了配合霍宇号啊 龟神状将那位九级魂导师 送到了距离霍宇号较近的地方 霍宇号一个精神复刻过来的玄武置幻 就和这位九级魂导师互换了位置 于是乎 本该来承受的日月神针 就落在了那位九级魂导师身上 这一切说起来慢 可实际上 只是双方相互接触之后 电弓火石之间发生的 当星空斗罗叶宇灵发现不对的时候 他的日月神针已经狠狠地轰击了上去 日月神针号称当时攻击力排名前五的九级魂导器 又岂是浪得虚名 霍宇号之前判断的没错 徐三十他们面对的那位九级魂导师 确实是这次三人中最弱的一个 他身上的各种护照在日月神针的轰击下 几乎是瞬间就全部破碎了身上的护身铠甲 防御魂导器 也是化为碎片漫天飞舞 不过 不得不承认的是 九级魂导师的生存能力太强了 这位九级魂导师 在身体眼看要被日月神针吞没之时 身上突然亮起一道荧光 然后整个人就被传送到了三十米外 总算是逃得一解 但就算如此 他身上还是出现了大片的焦黑色 一口鲜血也是无可避免的狂喷而出 一道灿烂的光芒就在这一瞬划破长空 紫金色的巨大光柱横空出世 照亮了千米范围内漆黑的夜空 第634章联动 导引炮 那位刚刚庆幸自己逃得一命的九级魂导师 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人就已经被这道强烈的紫金色光芒 吞射了他身上剩余不多的防御手段 根本就没有阻挡这道紫金色光芒的可能 霍宇浩的攻击计划 又怎么少得了唐武童 龙武耀阳 最后一击 几人联手之下 一位九级魂导师就这么被硬生生地击杀了 发现攻击错了对象的星空 斗罗叶雨林此时脸色难堪的犹如锅底一般 尤其是当他眼睁睁地看住 那位九级魂导师就那么雨灭在了龙武耀阳之下 他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而此时 远处日月帝国的魂导器阵地方面 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轰鸣 坏了 上当了 叶雨林第一时间就明白 自己是中计了之前从下面升起的两道光影 第一道右导弹是真的 后面那道黑影却根本不是什么强大的攻击魂导器 而自己在下意识的判断中出现了错误 以至于魂导器阵地攻击没有第一时间覆盖向这边 叶雨林刚想要通知魂导器阵地那边 一股巨大的压力 却已是扑面而来 深蓝色的光影 在夜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光运 直奔他的方向那瞬间爆发出的恐怖速度 绝对是九级飞行魂导器才能做到的 叶雨林现在已经顾不得去思考 为什么这些敌人之中会有这么一位强大的九级魂导师了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掉头就跑 日月神针发射两次 对他自身的魂力消耗是相当巨大的 更何况叶雨林已经眼睁睁地看住自己同伴战死 而对方五个人正迅速地朝着自己围过来 他虽然很自负 但他没有自负到认为自己一己之力 还能对抗这五个强大的对手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九级飞行魂导器 他也有啊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光芒在不远处的空中乍响 空气中隐约产生出了大片的诡异波动 混蛋 叶雨林心中怒骂一声 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种魂导炮弹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 他的名字叫做干扰弹爆炸后能够产生强烈的干扰波 令所有通讯魂导器 侦测魂导器暂时失效 这里没有侦测魂导器 对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封锁他的通讯魂导器啊 事实上 他也正是刚打算通知魂导器阵地那边 叶雨林此时的脸色已经不只是难看了 更有几分精具敌人的算计实在太准确了 甚至可以说是精妙每一步都刚好布置在自己前面 他不敢怠慢 这会儿已经顾不上留下这些敌人了 先逃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那边 由贝贝三人对付的那位九级魂导师眼看不妙 也是虚晃一招 爆发出一连串的强悍攻击 逼退了贝贝三人 自己也同样是展开九级飞行魂导器掉头就跑 当然 他逃跑的路线 也同样是在干扰坛的覆盖范围之内 霍宇浩八人向征信地追了一下 然后就迅速返回 朝住下方的联动防御护照落了下去 经过他们这次的拦截 与先前的碰撞 绝大多数重炮都已经撤回了亡灵半位面 三位九级魂导师 两跑一跌倒 这次的碰撞不可谓不精彩 唐门众人相视一笑 霍宇浩则是集中精神力 赶紧维持住了 已经有些虚幻的十八善王者大门 之前这些王者大门 也是由人鱼公主丽雅在维持的 他眼看就有些撑不住了 幸好霍宇浩及时返回 两位九级魂导师 终于冲过了潜扰坛释放的范围 他们立刻联络上了魂导器阵地那边 魂导器阵地远程炮火充能 目标 直指史莱克学院这边的联动防御护照 此时的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日月帝国皇宫方面 已经有更多的身影腾起在空中 朝着城外飞了出来 正如霍宇浩所判断的那样 幸好这一次 日月帝国的皇家魂导师团不在 否则的话 皇家魂导师团加入战斗 他们绝对不可能跑得了 远方 明都 一道刺目的白痴光柱瞬间冲天而起 那强烈的光芒几乎是瞬间 照亮了整个半个明都白光冲天 离得近的人甚至会有种 黑夜与白昼瞬瞬间颠倒的感觉 周围的一切都被映照得白惨惨的 就连尚未完成撤离的霍宇浩几人的面庞 也是如此 霍宇浩顿时脸色大变 此时 撤退已经进行了尾声 重炮魂导师团全部撤退完毕 现在是炮台魂导师团和唐门魂导师团的 魂导师们在集体撤退 还需要一点时间 虽然霍宇浩等人并不知道 远方那瞬间升起的白光威能会有多么强大 但至少有一点他是清楚的 这道白光 肯定是明都守护一方的魂导师团 联动攻击魂导器发威了 从那喧和的气势来看 这一击落下 必定是石破天晶 就算是没有高能量压缩阵列魂导器的辅助 恐怕也绝对不好承受 天空变成了白色 云朵变成了白色 远处明都那边的白色光柱消失了 但天空中的白色却越强烈起来 霍宇浩双目如电 明示着远方高空高空之中 一团至少有直径百公尺的巨大白色光球 正划出一道惊人的抛物线 朝着他们这边飞了过来 我去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 一直连接着伙伴们 他看到了 伙伴们自然也就看到了 徐三十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就要腾空而起 身为史瑞克七怪中最强的防御系战魂师 玄武盾以及黄金戴帽魂灵的拥有者 他知道自己择无旁贷 江南南的心几乎是瞬间就揪紧了 他也准备同时腾身而起 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可能阻止徐三十的 他也知道自己绝对阻止不了 也不能阻止那么 他就陪他一起 等一下霍宇浩一闪身 就到了两人背后 双手分别拉住徐三十和江南南的手臂 不让他们飞起来 宇浩 徐三十惊怒交加的大吼一声 在这种时候怎么能犹豫呢 一旦犹豫 很可能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落点不对 霍宇浩沉声喝道 就在这时 那巨大的白色光球已经从天而降 拉拽住一条绚丽的白色尾烟 直奔他们这边而来 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那恐怖的压迫力 却令身在联动防御护照中的每个人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几乎就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那巨大的白色光球已是从天而降 狠狠地撞击在距离唐门联动防御护照 大约两百公尺外的地面上 大地先是轻微的一阵 紧接住 就呈现出剧烈的颤抖 唐门众人眼前已是一片雪白 没有剧烈的轰鸣 只有融化的地面和恐怖的冲击波 犹如狂涛巨狼一般的白色冲击波 狠狠地撞击在唐门这边的联动防御护照上 令防护照迸发出一圈圈强烈的涟漪 滴滴滴 刺耳的警报声随之响起 这是联动防御护照承受力 已经接近极限的信号 此时 炮台魂导师团剩下最后一点人 就要撤退完毕 唐门魂导师团和史瑞克七怪等人 还在防御罩内 唐门魂导师团准备 听我指挥 联动攻击准备发动 其他人加速撤离 大师兄 你们先走 霍宇号的声音瞬间传入 每个人耳中 贝贝怒喝道 不行 唐门魂导师团是我指挥的 你先走 霍宇号猛然回过身 双眸凝视贝贝 凝重的道 大师兄 我会和冬儿一起留下 指挥唐门魂导师团 请相信我 我不会拿自己的爱人 开玩笑只有我留下 才能带着唐门魂导师团 脱离险境相信我 现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团 并没有在民都之中 师兄弟多年 贝贝又是何等聪明 他瞬间就明白了霍宇号的意思 深深的凝视了他一眼 我们等住你 大家跟我撤一边说着 他朝住史莱克 奇怪其他几人 以及济绝成等人一挥手 率先反身冲向了 十八扇王者大门 也就在这个时候 民都方向 已经又是一道 强烈的白光冲天而起 那刺目光运再次照亮民都 恐怖的压迫力 也瞬间出现在了 唐门这边的 联动防御护照内部 大家都知道 唐门联动防御护照 在没有魂导师的支持 本身品质也远不如 对方魂导器阵地的情况下 是绝不可能撑过这一击的 刚才那一击之所以偏离 是因为没有高空 侦测魂导器的锁定 只能是简单的 评级几位 九级魂导师的判断 发出却没有一个人犹豫 全都在霍宇号的精神探测 指引下瞬间升空而起 升入空中 霍宇号没有立刻远顿 而是遥望那白色光柱 升空之后 凝聚而成的巨大光球 下方魂导器阵地之中 唐门一众高层 已经和炮台魂导师团的 魂导师们 在最后时刻 冲入了十六扇王者大门 联动导引炮 准备 每一位唐门魂导师团的 魂导师们 都做出了整气化一的动作 一门黄色小炮扛在肩膀上 以我为中心 导引强度百分之百 霍宇号尖头 也同样多了一门这样的小炮 不同的是 他这门口径看上去 只有不到100毫米的小炮 却是金色的 金光暴射而出 却只是升空了不足30米 就在空中凝制 在这道金色光束顶端 迅速凝结出了一个金色光球 此时 远处明都方向 发射出来的那团白色光球 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点 开始朝着这边落了过来 200道黄色光芒 几乎是在两秒内 全部发射而出 并不是朝着那落下的白色光球 而是全都落在了 霍宇号发射出的 那道金色光束顶端的光球之上 霍宇号眼中神光闪烁 这一瞬 他的精神强度 瞬间提升到极致 肩头扛着的小炮 瞬间甩动了一下 顿时 一到口径超过10公尺的 灿金色光柱 变射而出 白色与金色 几乎是瞬间在空中交融 和巨大的白色光球相比 欢呼声几乎是瞬间 就在唐门魂导师团这边响起 霍宇号横向一甩 那团白色光球就已经远远地飞了出去 直奔明都方向飞射而去 是的 这就是导引炮 唐门魂导师团的 联动攻击魂导器之一 强大的导引炮 它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对付 那些顶级的定装魂大炮的 而这一次 霍宇号用它对抗敌人的 联动攻击魂导器 导引炮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 却是最柔和 也最具韧性的一种魂力表现 那恐怖的白色光球 直奔明都飞去的同时 霍宇号这才低头看了一眼地面 从空中俯瞰是最直观的 他看到的是第一颗 明都联动攻击魂导器 爆发出来的恐怖攻击力 一个中心深度超过200米 直径千米 仅有之前唐门这边 联动防御护照范围存在的巨坑 走 霍宇号一挥手 带着200名唐门魂导师团的 魂导师们掉头就走 而此时 下面的十六扇王者大门才刚闭合 第635章袭击来自史莱克 一切都在霍宇号的计算之内 当他带领唐门魂导师团升空的时候 就已经脱离了明都魂导阵地 发射的那枚光球的攻击范围 是不可能被攻击到的 如果他选择从王者大门那边 立刻撤退 就绝对不可能 在第二发恐怖炮弹落下来之前 撤退完毕 明都那边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魂导师团 没有他们在 明都就没有追击的力量 唐门魂导师团 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团相比 不大部分高空侦测魂导器 被摧毁 侦查能力有限 令霍宇号可以轻松地 带助唐门魂导师团远队 这玩意儿的威力 绝对可以媲美一颗 九级定装魂导炮弹 明都的魂导阵地 也绝对是他见过的最强大的 如果这玩意儿落在明都内部 那么 正在这时 又一道白色光柱冲天而起 斜飞入空 那飞射向明都方向的白色光球 瞬间就被这道白光命中 轰隆隆 空中发生大爆炸 天空完全变成了一片白赤色 这一次 整个明都被照亮了 可惜了 霍宇号郁闷的一拍巴掌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息终究还是没能给明都那边 造成更大的打击 不过 这一击为他们创造了足够的时间 在没有高空侦测魂导器锁定 而唐门魂导师团撤退的速度 又极快无比的情况下 明都魂导阵地 已经不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了 高阶魂导师 现在已经不可能追出来了 因为刚才导引炮的遗迹 可不只是为了引走那枚白色光球 也是一种威慑强大的魂导师团 带给对手的威慑 无论什么等级的九级魂导师 即使是死神斗罗夜吸水 看到那道导引炮光束 也不得不考虑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能否对抗一个强大魂导师团的 联动攻击魂导器 霍宇号拉着唐武童 升入高空中 让两百名唐门魂导师团的魂导师 先朝着远方飞去 他们落在最后面段后 精神探测全面展开 覆盖向明都方向 监控那边是否有人追来 事实证明 先前那次恐怖的高空碰撞 产生了极为庞大的冲击波 虽然爆炸点并不在明都内部 但那大爆炸几乎封锁了 整个明都上空 就算有人想要追来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得不先选择自保 而那些刚升空的高空侦测魂导器 在这场大爆炸中 全部灰飞烟灭 连扎都不剩了 在这种情况下 明都那边想要继续侦查 霍宇号他们的行踪 就实在是太难了 直到此刻 霍宇号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拉着唐武童 追前面的唐门魂导师团去了 经过多次转向 飞出近百里之后 霍宇号确定 没有任何探测魂导器和追兵了 才带着大家落入一片树林之中 他强忍住精神上的虚弱感 再次念动了王者大门的咒语 只不过 他现在实在有些力所不代步 在人与公主丽雅的帮助下 也只能用咒语释放出三扇大门 唐门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 于贯而入 霍宇号和唐武童 跟住进入其中这场大战 虽然最终没有造成人员损失 但他们都太需要休息了 明都上空的白痴光芒 足足持续了近十分钟 才暗淡下来 整个明都此时已完全处于 一片恐慌之中 平民遭受的损失其实不大 但都受到了惊吓 当最初的恐怖轰鸣响起时 贵族也好 平民也罢 全都从睡梦中惊醒 被吵醒之后 他们虽然不敢出门 但从窗户观察外面的一切 还是可以的 于是 他们看到了空中 不断出现的奇异景象 听到了那一声恐怖轰鸣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看到了 皇宫方向的大爆炸 住的地方 距离皇宫越近的人 越是在明都中 有地位的人 尽管皇宫附近 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 但从远处 还是能够看清楚 那恐怖的九级定装 混倒炮弹 硬生生地穿辞了 皇宫重重防御 最终落在皇宫的核心区域 这一幕震惊了 所有看到的人 皇宫是什么地方 那是日月帝国 真正的核心区域啊 虽然徐天然 刚登基不久 但在他的领导下 日月帝国蒸蒸日上 占领了大片 天魂帝国的领土 不久前 甚至将天魂帝国 彻底攻破天魂帝国的领土 全部纳入 日月帝国的版图之后 徐天然的威望 在明都之中 提升到了极其恐怖的地位 甚至已经被誉为一代圣君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他们这位一代圣君 却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 谁也不知道 他是否还活着 也不清楚 皇宫内的情况究竟怎样 又如何能够不恐慌呢 这终究会成为 明都人的不眠之夜 明都内 警报声 爆炸声 吵杂声响成一片 各种浑倒器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空中不断掉落各种碎片 一时间 这座天下第一城市 已经完全乱逃了 这次攻击 带给明都的影响力 远远比破坏力更强 明都皇宫 徐天然此时的脸色很难看 苍白如指 双眼充满强烈的愤怒 可以说 这是他登基以来 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徐天然万万没想到 作为当今天下 拥有最强浑倒器国家的帝王 竟然会受到浑倒器的直接打击 那枚定装浑倒炮弹 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恐怖的穿刺能力 绝对不是目前日月帝国拥有的 任何一种九级浑倒器所具备的 尽管从整体威力来看 它似乎并不是太强 但用脚跟响都能猜到 这种定装浑倒炮弹 是专门研制出来 对付日月帝国联动防御护照的 徐天然几乎可以肯定 目前任何单一的联动防御护照 都不可能挡住刚才那一击 那种定装浑倒炮弹够多的话 是足以颠覆日月帝国统治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这种定装浑倒炮弹 既然不是日月帝国的 那么必然就来自 元属斗罗大陆三国了 可是 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何时具备如此强大的浑倒器研发能力了 徐天然身边站着 身穿一身黑色长袍的死神斗罗 夜西水 夜西水也住在皇宫之中 因此 当那大爆炸出现的时候 它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不同的是 徐天然住在皇宫的核心处 而他则住在皇宫的角落里 所以 他并没有受到最直接的打击 他没有去追击敌人 因为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比保住徐天然的性命 更重要的事了 伴随着徐天然坐稳皇位 身为死神斗罗的夜西水 越来越发现 这位帝王其实已经越来越 不受自己控制了 展现出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日月帝国的底蕴 远远比他想象中深厚许多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夜西水也不能对徐天然做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 圣灵教导才能继续发展 徐天然算是他的半个徒弟 也是皇室之中最坚定的 圣灵教支持者 目前 日月帝国对元属斗罗 大陆三国用兵 正在关键时刻 如果这时候徐天然死了 新上台的帝王 还不知道会对圣灵教怎样 夜西水原本认为 自己是可以掌握这一切的 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 因为日月帝国发展出来的 新型魂岛器让他感觉到了恐惧 夜西水没有任何把握能够对抗 日月皇家魂岛师团 而那日月皇家魂岛师团只听命于 日月帝国皇帝 因此 在多番考量之下 夜西水只能选择全力支持徐天然 同时想办法继续对日月帝国加深渗透 因此 他没有去追 嗨 徐天然咳嗽两声 顿时有血沫子从他口中喷出旁边的内饰 赶紧将前进的毛巾送过来 徐天然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拍飞毛巾 用手抹了一下嘴 他本身的天赋是极佳的 但因为早年和兄弟争夺皇位时断去双腿 极大程度地伤了气血 就影响了他的实力 后来他使用各种顶级药物 才能够将修为提升到封号斗罗层次 但实际上 他真正的实力和封号斗罗相比 还有差距 本体斗罗毒不死 以生命为代价 向他发动致命攻击时 他身受重伤 虽然一直在调养 却始终没能痊愈这次 他又受到了九级定装魂倒炮痰的洗礼 可谓伤上加伤 伤势已经十分严重 虽然他刚刚由治疗系魂师进行了治疗 但效果并不太好 他的五魂本源以及精神本源都受创严重 需要长时间调养才有可能复原 而且 他的双腿对他的身体也是巨大的负荷 御医不敢告诉他实情 但死神斗罗夜吸水感叹明确地告诉他 就算有顶级的天才地宝支持 他恐怕也活不过五十年了 而他现在还不到四十岁 这意味着他将活不到一百岁 这对一位已经是封号斗罗等级的帝王来说 实在是太残酷了 在这种情况下 徐天然的心情怎么可能会好 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在徐天然身边 每个人都很沉默 明都这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 甚至超过那次地下军火库大爆炸带来的损失 虽然那次大爆炸波及了半个明都 平民损失惨重 但毕竟是由内而外爆发的 皇宫本身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而这一次 被直接打击的是皇宫啊 意义截然不同 那枚九级定装混岛炮弹突破了皇宫防御 使帝王受伤 日月帝国的混岛师们受到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 徐天然的身体已靠在椅子上 他现在其实已经完全是强打精神在这个时候 他很清楚自己绝对不能倒下去 否则刚刚创造出来的良好局面 很可能就会受到致命破坏 首相来了没有 徐天然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问 陛下 老臣刚到首相从后面走出来 来到徐天然面前 恭敬行礼 眼中充满惊慌之色 徐天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道 这就是你说的在海上快速改变方向的敌人 首相脸上满 是苦涩 臣之醉 徐天然冷冷地道 你先站到一旁 首相这次就没有做下的礼遇了 大臣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这时候不止他们表忠心的重要时刻 更是确认帝王状况的关键时刻 一旦徐天然在这次攻击中死亡 那么 他们就要进行其他运作了 皇室成员是来得最早的 虽然当初和徐天然争夺皇位的那几个皇子 都已经去见先皇了 但就算是徐天然 也不可能将先皇所有子嗣杀光 那是皇室宗亲不允许的 他要是敢那么做 恐怕会被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的拉下王位 现在 盼着徐天然死的 可不只是一个人 太子可安好 徐天然沉声问 一位供奉堂供奉快步上前 道 太子的东宫有永恒心欲守护 一切安好 请陛下放心 问徐天然点了点头 他怎会不知道太子那边有什么魂倒器守护 只是假装关心地问一下而已 永恒心欲被誉为日月帝国最强防御魂倒器 本来是守护他的寝宫的 但橘子出征之前 对太子的安危极不放心 为了让他安心 徐天然才将永恒心欲送到了太子那边保护 之前那枚九级定装魂倒炮弹的攻击力虽强 但还不足以突破永恒心欲的防御 太子自然安然无恙 徐天然当着所有人的面问 就是说给某些人听的 听说太子没事 果然有不少人的脸色多微微一变 只要有储君在 就算徐天然死了 轮不到他们来继承皇位 徐天然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细血之色 向身边的一名老者问道 孔老 皇家魂导师团还有多久回来 被他称为孔老的这位老者 身材十分高大 一头灰白色的短发根根树立 身上穿的竟然是明黄色长袍 这可是只有皇室成员才能穿的衣服 但从他的姓势来看 他并不是皇室成员 他一直站在徐天然旁边 脸色沉浸如水 似乎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身上有一层无形的力量散发出来 将徐天然笼罩在内 就像徐天然的守护者一样 孔老站的位置 甚至要比死神斗罗夜溪水 距离徐天然的位置都近 而且他站在那里 在气势上 居然不输给夜溪水多少 徐天然听了他的话 微微汗手 道 传我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搜寻敌人踪迹夜老可曾回来 陛下 老臣在 此不远处 两个人快步朝着这边走来 皇宫上空是绝对禁止飞行的 即使是供奉堂供奉也不例外 叶宇林的脸色 并不比徐天然的好看多少 徐天然是因为身受重创 他则是因为郁闷 那场大爆炸发生的时候 叶宇林正在空中 他当时几乎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掉头逃跑 但就算这样 他还是受到了一定波及 毁了两件护身之宝 才得以平安无事 空中的能量风暴 让他根本没办法追踪敌人的踪迹 他只是在落下之前看到 远处那片光罩中的扭曲光芒 在逐渐变淡 里面似乎出现了不少浑倒气 却没有任何人的踪迹 叶老 那些是什么人 查清楚了吗 徐天然此时并没有动怒 十分冷静 甚至要比平常更加冷静 怒伤身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已经十分不好了 越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他就越得保持冷静 否则也不配被称为一代枭雄了 叶宇林陈生道 敌人的实力很强 应该来自于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他们拥有不止一个浑倒师团 听到这句话 周围的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不止一个浑倒师团 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次袭击是一两个人 借助强大的浑倒气造成的 还能够理解 因为就算日月帝国的高空 侦测浑倒气封锁能力在墙 也总有漏网之余 可是 如果整个浑倒师团 都摸到了明都周围 而没被发现 这个问题就大了 何况对方不止拥有一个浑倒师团 叶宇林陈生道 陛下 我已经派人去那边继续查看了 请暂时不要攻击那些敌人 应该已经退走 只留下了一些痕迹 徐天然看住叶宇林 道 叶老 详细说说 这些敌人是什么情况 叶宇林双眼微眯 道 这些敌人的来历 毋庸置疑 必定是来自于 元属斗罗大陆三国的 我第一时间赶到那边 看到的是个浑倒护照 也就是说 那些人在明都城外 建立了一个浑倒阵地 用来防御 而这个浑倒阵地 建立的时间有些蹊跷 似乎正好是在 我们的高空探测浑倒气 出现连环爆炸的那段时间 如果这一切都是计算好的 那就太可怕了 这将意味住 高空探测浑倒气爆炸等情况 都是这些人造成的 徐天然深吸 一口气 强行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的高空探测浑倒气 会发生连环爆炸 如果是敌人做的 那么 他们是怎么神不知不觉地 让高空探测浑倒气爆炸的 另一位供奉唐供奉道 根据城的观察和判断 我们的高空探测浑倒气 应该是自爆的 因为如果敌人攻击 这些高空探测浑倒气的话 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现 同时会以浑倒阵地进行拦截 再怎样 也不会让高空探测浑倒气 几乎全军覆没自爆 徐天然的眼睛瞬间瞪了起来 紧接住 他的胸口传来一阵阵剧痛 令他不得不再次压制住自己的怒火 那位供奉苦笑着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高空探测浑倒气很像自爆 如果他们不是自爆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们的高空探测浑倒气 被人安装了定时爆破装置 只有如此 敌人才能够让他们持续爆炸 也就是说 这些敌人很可能拥有一种 能够瞒过我们的各种探测浑倒气 并摸到探测浑倒气旁边 安装定时炸弹的能力 此言一出 周围立刻一片死寂 这个分析实在是太惊人了 如果来犯之敌 能够神不知不觉地摸到高空探测浑倒气旁边 那是不是代表他们也能摸入皇宫之中吗 那他们岂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做什么 这次的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是突破了防御之后才爆炸的 如果敌人将它直接安装在皇宫内部呢 这种情况简直无法想象 叶宇林点了点头 道 老沈说的有道理 陈也觉得十分奇怪 敌人那个浑倒阵地之中 光线扭曲 以我的眼力和精神力 都没办法看清楚 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当时出动了三个人 敌人之中出现了七 八个人来对付我们 他们的实力都很强 至少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但大多数并不是魂导师 而是魂师他们的武魂都十分强大 尤其是为首的那个人 身上穿得好像是人形魂导器 全身散发着极其强烈的寒气 他们配合得极其默契 而且诡异 当下 叶宇林将他合 霍宇浩等人的战斗情况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听了他的叙述 绝大多数日月帝国的高层 越发感觉情况扑朔迷离了 这样的对手真的很难对付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这些敌人应该掌握了一种 类似隐身魂导器的东西 所以才能不知不觉地摸到明都附近 而没有被发现其中一些强者 甚至可以屏蔽我们大多数探测 魂导器的侦测力 同时 他们也具备很强的魂导器攻击能力 之前至少有2000枚终极定装 魂导炮弹攻击了我们的 魂导阵地这样的实力 恐怕元属斗罗大陆三国联手 才拿得出来 这或许就是他们对付我们的底派在 正面战场上 他们不是地后战神的对手 就想出了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 趁着我国后方空虚 发起进攻之势 老臣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能够转瞬千里 霍尔在南方 霍尔又到了明都附近 就算他们全都由魂导师组成 也不可能全都装备八级以上的 飞行魂导器 徐天然眉头紧皱 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种情况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现在每个人都是一头雾水 因为直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敌人的真正情况 未知的敌人罪 可怕 这一点谁都明白 陛下 在这里 一直保持沉默的夜溪水 突然开口了 嗯 徐天然转向夜溪水 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恭敬起来 夜溪水可是极限斗罗 单论个人修为 他在日月帝国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 更何况他还掌控着死神魂导器 您说 徐天然没有直接称呼夜溪水 因为他和夜溪水之间 私下还有更深层的关系 在大家都知道 夜溪水是圣灵教导 真正的掌控者 所以 当着众多大臣的面 他自然不能叫出来 夜溪水道 能够拥有这种力量的 未必是元属斗罗 大陆三国的人陛下望了 还有一个地方 也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徐天然心中一动 脸色瞬间变了 您说的是史莱克学院 夜溪水微微汗手 道 不错 正是史莱克学院陛下想想 在主战场那边 天魂帝国几乎全军覆灭 而史莱克学院虽然出手了 但只是就走了天魂帝国的一些余腻而已 并没有什么建树 这和史莱克学院万年来积累的底蕴不相符 并没有体现出 他们真正的实力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因为史瑞克学院有所保留 也可能是因为史莱克学院真正的主力 根本不在那边 他才多大年纪 当初 他代表唐门来明都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的时候 不到二十岁 现在也不过二十几岁而已 徐天然对霍宇浩有很深的印象 不仅因为霍宇浩自身实力很强 而且因为当初霍宇浩是坐着轮椅出现的 后面这点让徐天然印象深刻 叶溪水冷哼一声 没什么 不可能的他是龙神斗罗木恩的关门弟子 本身又是双生武魂 刚才叶宇浩说他面对的对手身穿人形魂倒气 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寒气 我看 很可能就是这小子 他拥有极致之兵武魂 徐天然依旧有些难以置信 道 可是 叶老说那个人的实力绝对达到了封号斗罗水准 如果不依靠够强大的魂倒气 叶老都看不见能够战胜对方 叶溪水叹息一声 说 陛下 不可被表象蒙蔽 而且 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天才存在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能够真正威胁我国的 已经不再是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而是史瑞克学院陛下 只需要下令给帝后战神 让他强攻史莱克城 这次攻击名都的史座俑者 就会自动现身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必然会回援史莱克城 在正面战场上 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不可首相站了出来 沉声道 老陈认为 现在还不是和史瑞克学院 正面对抗的时候 请陛下三思 首相请说 徐天然向他点头示意 让他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这次首相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可这也是因为对手太过奇怪 不是人之常情 能判断的徐天然 在冷静下来之后 心情已经好转了几分 对这位睿智的首相 他还是非常倚重的 而且他很清楚夜溪水和史莱克学院之间的恩怨 所以难免会认为夜溪水的想法里 存在个人的私心 首相沉声道 刚刚太上供奉也说了 史莱克学院有万年底蕴 万年前就已经是大陆第一学院了 在那史莱克城之中 究竟隐藏了多么强大的力量 目前我们根本无法判断 史莱克城最近的一次战争 就是与星斗大森林兽朝的那一战 星斗大森林是大陆上最强浑兽的聚居地 拥有十大凶兽中的五位 由兽神帝天统帅 整体实力绝对是极其恐怖的 但就算是这样 在他们全力以赴的攻击下 史莱克城依旧稳如泰山根据我们的消息 史莱克城那边甚至用了一些特殊的力量 让兽神帝天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出现在战场上 泰山供奉刚才说 那个霍宇号能够借助兽神的力量 这又意味着什么 一旦我们将主攻方向改为史莱克城 那么 很有可能就会引来史莱克城 与星斗大森林的联手反击 到了那个时候 一个不好 我们的大军就会遭遇毁灭性的灾难 虽然因为地理位置 他会倾向于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而且曾经为了他们与我国为敌 但这次情况不同天魂帝国已经被灭 如果我们能将斗陵帝国和新罗帝国一一击溃 那么 史莱克城就算在不愿意 也只能选择妥协 前提是 我们不去动摇史瑞克城的根本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不能将史瑞克城当作主战场 否则的话 星罗帝国 斗陵帝国就能够以史莱克城为核心 共同对抗我国大军 如果再加上星罗大森林的魂兽 那么 结果难以想象 放屁 夜吸水冷喝一声 你懂什么 星斗大森林会和史瑞克城联手 你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虽然霍宇号创办的传灵塔缓和了人类和魂兽的关系 但是 你们不要忘记 人类和魂兽之间互为敌人的时间长达数万年 魂兽会大量出动来帮助人类 简直可笑 他们巴不得人类自相残杀 死光了才好 那样就不会有人类需要魂环了 你这分析简直是狗屁不通手下 冷冷的道 老夫完全是为了国家助想 请太上供奉注意你的言辞 史瑞克学院对元属斗罗大陆三国的魂兽来说 是圣地 对一些影视宗门来说也是如此 他们关系密切 友好相处了数千年之久 一旦我们针对史莱克学院 史莱克学院在整个大陆上有着不凡的地位几千年前 史莱克学院登高一呼 联合大量魂兽帮助元属斗罗大陆三国击败了日月帝国 从而将日月帝国以及日月大陆 都纳入了斗罗大陆的版图之中这一次 日月帝国的进攻迅猛 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占领了天魂帝国而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对日月帝国的魂兽气实力判断不足 是导致其在战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 史莱克学院现在已经参战了 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投入战争 第636章孔老 夜袭水道 史莱克学院早晚都会参战 早餐战和晚餐战又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次明都遇袭 史莱克学院分明脱步了前夕攻击史莱克学院 是最简单 直接 有效的方法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首相陈生道 陈以为 目前我们已经占领了天魂帝国全境 在这个时候 巩固领土十分重要 可以请地后战神率领部分强者回国 先解决内部问题 然后继续发动战争同时 我们可以急住这段时间 巩固在天魂帝国的统治 急住从天魂帝国得来的财富 加强魂岛气的研究与制作稳为上 陛下 后方稳定十分重要啊 没有帝后战神守护 陈有些不放心您的安危 徐天然脸色微微一变 道 正不需要女人来保护 有 日月皇家魂导师团足以不过 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 这些深入我国内部的敌人 究竟在什么地方 哪位爱卿有好办法 他的目光从众多日月帝国的高层脸上扫过 大多数人都陷入沉思之中 夜溪水冷冷地道 陛下 老身的意见绝对没有掺杂任何私人恩怨 那霍宇浩是贫瘠精神力进行隐身的 如果拥有极致武魂的 他真的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修炼到了封号斗罗层次 未来必定是我国的心腹大患 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它铲除才行 我们目前都没有研究出隐身魂导器 史莱克学院也绝对不可能依我看 那潜入我国内部的魂导师团 很可能依靠的就是霍宇浩的群体隐身能力 攻击史瑞克学院 至少可以将霍宇浩和他的魂导师团 引回去对付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陛下 想要统一大陆 那么 迟早都要对付史瑞克学院 我们和史瑞克学院之间的冲突 是不可调和的 肯定要分出胜负 既然这样 我们还要杨虎为欢不成 只要帝后战神 以雷霆万军之势 将那史莱克城彻底毁灭 那么 大陆魂世界 必然会变成一片散沙 相信以帝后战神的军事智慧 一定会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只要陛下同意 老身愿意亲自率领护国圣教前往 配合帝后战神行动 陛下不可首相急忙教导 陛下 这样一来 我们就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一旦不成功 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 很可能都会付诸东流啊 请陛下三思目前大好形势 当以维稳为主 夜溪水终于怒了 冰冷的寒意 骤然从他的双眸之中 迸射而出 周围气温抖降 恐怖的压迫力 瞬间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死神一怒 天地色变所有人 都感觉到恐怖的压力 骤然而至 彭佛要将他们的身体 撕成碎片似的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徐天然身边的孔卯 上前一步 他身上隐隐有青色光芒闪烁 一股柔和的力量向外释放 竟然朝着夜溪水的身体 笼罩了过去 与他身上迸发出的强大威势 骤然碰撞在一起 夜溪水冷哼一声 孔老则上身略微晃动了一下 但也 没有吃什么亏 孔老冷冷地看住夜溪水 已经由先前站在徐天然身边 变成了面向这位死神斗罗 两大强者对峙 都分毫不让 夜溪水刚刚发怒的时候 首相的脸色 本来一下子就变得苍白了 但这位孔老一出手 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孔老尽以一己之力 面对死神斗罗夜溪水 而不落下风这等实力 要是传出去 足以震惊魂世界和魂倒世界了 夜溪水冷哼一声 孔德明 你要和老身作对不成 孔老 沉生道 这里是皇宫 当着陛下的面 太上贡奉请自重 夜溪水扭头看向徐天然 问 陛下 这是你的意思 徐天然咳嗽一声 太上供奉 请少安无造 朕知道你是为了帝国 但这件事牵涉太广 必须从长记忆 君务大臣在哪里 君务大臣赶紧从一旁走了出来 陛下 臣在 徐天然道 说说你的建议 夜溪水站在一旁 默默地看了徐天然一眼 收回了自己身上的气势 眼底深处 却寒光闪烁 他已经越来越感觉到 徐天然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那孔德明是 什么人 死神斗罗 夜溪水很清楚 孔德明是日月帝国 供奉堂堂主 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皇室血脉 只忠诚于皇室 他本身更是日月帝国的第一魂导师 没错 日月帝国最强大的魂导师 并不是死神斗罗 夜溪水 而是这位名面上排名第二 可实际上排名第一的强大存在 孔德明的年纪已经超过了一百 五十岁 是日月帝国众位九级魂导师之首 也是九十四级封号斗罗 很少人知道 这位九十四级封号斗罗 具有双生五魂 不但是强大的魂导师 也是强大的魂师 如果不是 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 用在了研究魂导器上 他在五魂方面的成就 未必会逊色于夜溪水 龙逍遥这些极限斗罗 他还是 最接近十级魂导师的存在 夜溪水对魂导器的研究并不深 他终究还是一位魂师 他的死神魂导器 很多重要的组成部分 都是由孔德明制作的 因此夜溪水总是对孔德明有所顾忌 他很清楚 这位最接近十级的魂导师 有多强大 如果让 夜溪水来评价孔德明 他会用深不可测这四个字 因为至少已经有五十年 没有人看到孔德明出手了 谁也不知道 他的真正实力有多强 但无论是龙逍遥 还是夜溪水 在面对他的时候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单从这一点看 他的实力就不容小觑 原本孔德明 在供奉堂中是不出现的 他将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对魂导器的研究上 直到最近 他成功研制出人形魂导器之后 才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让夜溪水万万没想到的是 孔德明对徐天然竟然十分支持 完全站在了徐天然那边 这让夜溪水投鼠机器 对徐天然的态度 也不得不发生改观 有孔德明在徐天然身边 夜溪水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威胁到这位帝王的生命了 刚刚大爆炸来临的时候 孔德明正在自己的研究室内 进行魂导器研究 如果他当时在徐天然身边的话 徐天然就不会受伤了 孔德明一站出来 其他魂导师自然而然地 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与他配合 这就是地位 他是真正的日月帝国魂导师第一人 就算明德堂堂主进红尘 在他面前 也要执弟子礼仪 夜宇灵也是如此 孔德明见夜溪水收回自己的气息 此时已经回到了徐天然身边 他的气息也恢复正常了 军务大臣一边说话 一边看看这两个人 看到他们没有什么表示 这才继续说下去 陛下 臣认为太上供奉和首相说的话 都有道理 也都有些偏颇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太过激进和太过保守 都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哦 徐天然有些惊讶地看住这位军务大臣 徐天然将这位军务大臣叫出来 本来是为了打圆场的 没想到这位军务大臣似乎真的有好建议 倒是给了徐天然不小的惊喜 军务大臣说 首相大人的守城之策固然没错 但以目前前线的形势来看 我军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在这个时候请帝后战神返回 恐怕会错过大好时机 而在这个时候对付史莱克学院 臣以为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二者都有一些问题 首相 冷哼一声 那凤道少在这里获悉你 你如果有办法 就说出来 军务大臣看了首相一眼 面色变得不太好看 谁都知道他和首相不合 而且还是一直被压制的一方 毕竟无论能力和资历 他都要逊色于这位首相 唯一的优势就是年龄了 军务大臣胸有成竹地道 陛下不如这样 将明都以及最近国内发生的情况 通知帝后战神 请他做决定 敌人陷在这种声东击西 攻击明都的战术让人困惑 而在军事方面 除了陛下之外 娘娘是最强的 不如由娘娘来判断 或给陛下提些建议 娘娘身在前线 对于前线的情况也最清楚 如果他认为 现在这个时候 我军应该攻击史莱克学院 那么 陛下就可以下定决心了 军务大臣最聪明的地方 在于他对徐天然和橘子之间关系的判断 徐天然身为帝王 肯将军权交给橘子 就肯定了他对橘子的信任程度 更何况 今日的太子殿下是橘子所生 没有人会怀疑他对国家 对陛下的忠诚到目前为止 根本没有跟太子 争夺储君之位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徐天然怎么可能不信任 自己唯一的妻子呢 所以 军务大臣自己虽然没什么好办法 却直接将问题推到了橘子身上 而且他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他这个办法表现出来的 不是自身的能力有多强 而是高超的政治智慧 果然 听了他的话 首相的脸色变了一下 却说不出反对的话了 另一边 死神斗罗 夜吸水 眉头微皱 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们之所以都认可了军务大臣的话 除了橘子对日月帝国的忠诚之外 就是他展现出的实力了 橘子曾一手促成了日月帝国 对天魂帝国的破局之战 指挥大军攻击名斗山脉之后 骤然掉头转向天魂帝国发动强攻 同时封锁消息这一系列行动宛如神来之笔 为当时的日月帝国大军带来了决定性的战略战术 之后 在橘子的率领下 日月帝国大军长驱直入 占领了天魂帝国大片领地 甚至有人感叹 如果帝后战神没有因为诞下太子 耽误了战争进程 日月帝国说不定现在已经统一大陆了 徐天然听了军务大臣的话 脸上的表情变得好看了许多 是啊 在这个时候 征求一下橘子的意见十分有必要必尽 他才真正掌握前线的状况 更清楚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 徐天然扭头看向孔德明 问道 孔老 您有什么建议吗 孔德明 淡淡地道 对手这次偷袭成功 有一定的幸运成分同时 他们应该有渠道知道了 我们的皇家魂岛士团 不在明度之中 我判断 他们很可能不仅掌握了隐身能力 而且还掌握了空间能力 空间能力 听到这四个字 徐天然一经 夜吸水也是一样 这话要是从别人口中说出 他们只会一笑置之 可孔德明不一样 他可是当今世界上 在魂岛气研究方面 拥有最深造诣的存在 而空间能力 在场的所有人之中 只有夜吸水有所涉猎 只有达到极限斗罗 这个层次的强者 才会接触到空间能力 就连孔德明也不行 目前的魂岛科技 距离空间能力 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叶宇林听了孔德明的话 若有所思 徐天然道 孔老 您详细说说 孔德明点了点头 道 小叶刚才讲述了整个过程 却露了一点 他判断出对手 是两个魂岛师团 但是 他实际上看到撤走的 只有一个那吗 另一个呢 另一个魂岛师团 应该才是发射了 大量定装魂岛炮弹的 那格尔 这些定装炮弹 很可能是集中 那个叫唐门的宗门生产出来的 诸葛神弩炮发射的 我们曾经从天魂帝国那边 搅和过诸葛神弩炮 我简单地看过 唐门生产的诸葛神弩炮 内部的结构十分精巧 却有 自毁装置 令我没办法真正看清楚 其中用了一些 非核心法针的手段 这应该才是唐门 能够崛起的真正原因 这种诸葛神弩炮 可以持续发射 大量定装魂岛炮弹 但它本身的体积也不小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发射上万枚 定装魂岛炮弹 至少需要大量 诸葛神弩炮 才能做到具体的数量 就很重要了 而诸葛神弩炮 一旦超过一百门 想要撤退 仅仅平级一个人的隐形魂技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极限斗罗 恐怕都做不到 所以 我判定它们应该是 有什么特殊的空间能力 可以让这些魂岛器撤退 也正是因为这个空间能力 它们才能够快速移动 徐天然亥然道 难道真的有太空魂岛器出现 这怎么可能 就连宁斗 孔德明摆了白手 说 我确实还没有研究出 具备空间能力的魂岛器 但我并不能肯定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这样的天才不过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方研究出 空间魂岛器的可能性 比较小 毕竟 用空间储物 已经是此类魂岛器的极限了 大规模的运送生命 这种级别的魂岛器 还不存在这件事 必须查清楚 如果真的是空间魂岛器出现了 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得到这对我国未来的 魂岛科技发展 将有重要意义 徐天然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问道 那 您的意思呢 孔德明 先向帝后战神通报这边的情况 如果太上供奉所言不错 无论是隐形 还是空间魂岛器 应该都和那个叫霍宇浩的年轻人有关 我们想办法弄到这个人 自然 就真相大白了 我对这个创造了魂岛 并创办了传灵塔组织的年轻人 很有兴趣 有一点死神勉下说得很对 未来这个年轻人 必定是帝国的心腹大患 我们如果不能将其收服 就一定要尽早出去 正在这时 远方传来一阵阵轰鸣声 孔德明下意识地挡在了徐天然身前 强盛的清光瞬间将徐天然守护在内 在场的其他魂岛师也都纷纷行动起来 在第一时间 记了自己最强的防御魂岛器 先前的攻击让他们变得如同惊弓之鸟 这突然传来的轰鸣声 注视有些吓人 叶宇浩脸色一变 道 声音是从之前敌人那个魂岛阵地的方向传来的 难道他们又回来了 孔德明眉头紧皱 不对 声音不对 一会儿的功夫 消息 传来 那个留下了不少魂岛器的临时魂岛阵地 发生了连续爆炸 所有遗留下来的魂岛器 全部自爆成碎片 而爆炸的这些魂岛器 全都是日月帝国自己制造的 徐天然差点气得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他立刻宣布会议结束 决定亲自写信给帝后战神同时 明都全程戒盐 严查有可能存在的敌人 明都这边风声鹤唳 亡灵半位面之中却一片欢心 三百门诸葛神弩炮已经全部撤回 尽管这次他们发射了超过一般的定装混倒炮弹 给日月帝国带去的损失也有限 可是 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物资上的损失 和战略目标相比 就不算什么了 在足足冥想了12个时辰之后 霍宇昊完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霍宇昊不用猜都知道 明都周围最近一定气氛紧张 也就不急住出去 贝贝听说他醒了 立刻叫人来请他过去开会 此时亡灵半位面没有一点死亡气息 三个混倒师团中 都是一片欢心鼓舞的气氛 也难怪他们会如此 这次他们虽然发射了大量定装混倒炮弹 但他们是在明都作战啊 这是真正的敌后核心区域 在这样的战斗中 他们居然能够全身而退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重炮混倒师团 还是唐门混倒师团 都在这场战斗中累积了不少经验 这场战斗虽然说不上是硬仗 但当时紧张的气氛 霍宇昊的指挥 以及产生的效果 都给这些年轻的混倒师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巨大的好处 霍宇昊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双手在胸前合拢 跟围坐在一起的伙伴们 打了个招呼后 就在贝贝身边坐了下来 唐武童和他一同前来 在他身边坐下 贝贝此时一脸笑意 这次突袭应该给日月帝国 敲响了警钟 我们的太阿也实验成功了 只是不知道 那徐天然现在情况如何 有没有被太阿一击毁灭 霍宇昊摇了摇头 说恐怕很难明读皇宫内 各种防御混倒器布置得极多 而且还有大量混倒师强者 在他们研究出人形混倒器之前 我们或许能杀掉徐天然 但现在的话 可能性就很小了 徐天然身上一定带着 大量防御混倒器 能够在第一时间保命 但要说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估计也不可能 这次我们炸了皇宫 不知道他们反应如何 徐三时笑道 最好的情况就是 他们立刻从前线退兵 那样的话 我们目的就达到了 未来我们还能够继续 在日月帝国境内捣乱 牵制他们 削弱他们不久的将来 说不定我们就能把日月帝国 拖垮了 贝贝没好气到 要是这么容易的话 我们的国家会那么吃力吗 经过 这次袭击之后 他们一定会专门针对我们 展开一系列行动 日月帝国混倒科技发达 说不定会研究出 针对我们的混倒器来 所以 雨昊 你不能去明都进行侦查 霍雨昊愣了一下 贝贝这是将他刚刚 想要提出的建议否决了 他不禁苦笑道 大师兄 您怎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我不只是想去看看 咱们这次的成绩 也想去打听一下前线的情况 毕竟明都那边 消息应该是最畅通的 贝贝坚定地摇了摇头 道 我们 这次行动已经十分冒险了 绝对不能继续冒险 我们所取得的成果 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要稳一点 你想要知道前线的情况 不如多花时间回去看看反正 以你的速度 一天时间 肯定能飞回去 明都不能再碰这里 强者太多 一个不好 你陷入其中 我们先前付出的一切 就都白费了 霍宇浩看他说的坚决 也就不再坚持 如果说 他是团队中的大脑和灵魂人物 那么 贝贝就是主心骨 对这位大师兄 他是绝对尊敬的 贝贝说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远离明都宇浩 等到外面天黑之后 你就出去 然后尽快返回吧 咱们回学院 将这边的消息带回去 也看一下前线那边的情况 再来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好对于贝贝的建议 霍宇浩没有任何意义 稳一点也好 他没说的是 在回去之前 他还要去做一件事才行 众人之中 唯一有些不开心的 就是和菜头了 和菜头道 宇浩 下次咱们来这里的时候 多去偷袭一些 日月帝国的浑倒阵地吧 这次我们的消耗相当大 徐三石笑道 菜头 你什么时候变成首菜奴了 和菜头没好气得到 那可都是钱啊 你知道这次打掉了 多少定装浑倒炮弹吗 一个防御浑倒阵地 也留在了那边 要生产这么多东西 不容易 我心疼啊 我们可没有日月帝国的 生产能力 贝贝道 菜头说的没错 等下次我们来的时候 就不再攻击明都这边了 将主要的攻击对象 都定在那些 有浑倒阵地的地方 尽可能地去打击和破坏 从而增强我们自身的实力 和菜头眼中 彭腹有金币的光芒在闪烁 自言自语道 我们要是能 打劫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团 就好了 我们唐门魂导师团 要是都换上人形魂导器 那谁还怕他们 嘿嘿 切 大家一起对他嗤之以鼻 日月皇家魂导师团 那是他们现在能碰触的吗 唯有霍宇浩眼中光芒一闪 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击败日月皇家魂导师团 当然不太可能 但如果能够弄到一件 日月皇家魂导师团的人形魂导器 带回给宣老师的话 就太好了 这对未来史莱克学院 研究人形魂导器将大有好处 毕竟 虽然宣老师也研究出了人形魂导器 并且在唐门基础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可目前只有霍宇浩和南秋秋配备了 而且他们两个的人形魂导器 都是以近战为主 不能复制 不能复制就无法推广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霍宇浩自己也是九级魂导师 他很好奇 日月帝国究竟是怎么做到 大量生产人形魂导器的要知道 一旦未来人形魂导器推广起来 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团 在整体战斗能力上降在上一个台阶 更难对付 当众人继续休息 夜幕降临时 霍宇浩和唐武童悄悄离开了亡灵半位面 出现在那片他们之前 开启王者大门的小树林之中 微风徐徐 夜晚十分静谧 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植物清香 虫鸣鸟叫此起彼落 霍宇浩牵着唐武童的手 从亡灵半位面走出来 深吸一口气 清囊的夜风吹来 他顿时觉得精神一震 亡灵半位面再好 也没有斗罗大陆舒适 这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啊 霍宇浩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靠在一株大树上 唐武童好奇地看住他 问道 你干什么 霍宇浩将食指竖起在唇前 向他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又向他招了招手 唐武童走到他面前 更疑惑了 霍宇浩将他拉到身边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头 轻轻地抚摸住 他那粉蓝色长发 柔和的精神共享随之开启 霍宇浩将自己的精神世界 与他分享 精神探测共享 唐武童总觉得霍宇浩怪怪的 但下一瞬 他那双动人的大眼睛 就不自觉地睁大了 这时 精神思感无限延伸 这不算什么 可在这精神思感的范围内 无数快乐与温和的情绪波动 正在浸润着他的精神世界 似乎有无数个小生灵 在向他诉说着世界的美好 他的精神力量无形中 融入了那快乐的海洋之中 而精神思感 也朝着更远的方向 扩散开来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唐武童的精神力 远没有霍宇浩的那么强大 所以 精人在霍宇浩带给他的 这份奇妙的精神共享中 他的感受更加深刻 他的精神力 在这种感觉中持续升华 如果换了其他对象 霍宇浩很难做到这一点 他虽然可以共享自己所看到的 感受到的一切 却无法分享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 可唐武童不同 他们武魂融合 拥有浩东之力 关系最密切 所以 当霍宇浩完全放开身心之后 他们就是一个整体 就像他们在施展光之霓裳 召唤出光之女神石的样子 在这种状态下 他能感受到的一切 唐武童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感悟 升华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霍宇浩和唐武童 彭扶都已经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之中 成为了那些植物的一部分 如果不用眼睛去看 外人根本无法察觉到他们的气息 当唐武童很自然地睁开眼眸时 天色已经蒙蒙亮 虫鸣鸟叫声轻了许多 沉露湿润 已是黎明时分 霍宇浩跟他一同睁开双眸 两人对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他们两个已经心意相通 不再需要语言的沟通 几个时辰的感悟 让唐武童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那种完全与植物融合的精神世界 让他对精神力的感悟 提升了不止一步 在这种状态下修炼精神力 相当于受到了千万植物的帮助 同时 他们的精神力 也在帮助植物们 这些和他们共同修炼过的植物 未来必然会更容易成为植物系浑兽 决心属于自己的智慧 霍宇浩取出钱粮 和唐武童一起吃了 才再次上路透过先前 用精神力联系植物 对外界的观察 霍宇浩早已判断出了周遭的状况 飞了一会儿 唐武童才流露出构意之色 我们不是回去吗 这个方向似乎不对 回去的方向应该是东面 可现在霍宇浩分明拉着他 再朝着西方飞 霍宇浩微微一笑 说我要给大师兄一个惊喜 所以之前没说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唐武童抿了名嘴 却没有再问他 索性闭上双眸 任由霍宇浩拉着自己飞行 继续领悟 昨晚那些植物带来的感受 这种提升对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已经是封号斗罗等级的浑师了 想要继续前进 精神修为的提升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必然会加速他实力的提升 他们一直向西 远远地绕开明都 虽然所过之处依旧偶尔有高空探测 浑倒器出现 但霍宇浩都会灵巧地避开 他那强大的精神力 如同当今世上最强大的探测浑倒器一般 根本不需要担心被发现 他们从西边绕过明都 多了一个大圈子 在一直往南飞行 朝着这个方向飞行 无一距离史莱克学院越来越远了 足足飞了一个时辰 唐武童才再次忍不住问道 宇浩 我们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啊 霍宇浩神秘地一笑 道 道 还记得昨晚 的感受吗 我要带你去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地方到了那里 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快了 别急又过了半个时辰 霍宇浩拉着唐武童的手朝地面上落 去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阳光明媚 洒满大地南方的温度 本来就比北方高很多 此时地表温度已经不低了 暖热的感觉 清洗住他们的身体不过 有霍宇浩身上散发出的清凉气息 一切暑气都会被自行驱散 霍宇浩拉着唐武童的手落向地面 简单地辨别了一下周围的状况 大概确定了位置 然后他就那么拉着唐武童在地上躺了下来 精神丝感延伸 再一次向外扩张开来 在植物的增幅下 远远传开 时间不长 霍宇浩重新起身 此时唐武童已经有些明白了 霍宇浩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而他发现的东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否则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赶过来 霍宇浩腾身而起 没有再用飞行混倒器 直接拉着唐武童朝一个方向快速行进一会儿的功夫 一座山谷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应该就是这里了 站在山谷边缘向下俯瞰 山壁较为平缓 上面生长着茂密的蓝蝇草 阵阵青草的香味随着清风吹动扑面而来 青草中还夹杂住各种颜色的小花 粪外美丽一眼望去 这片蓝蝇草与花朵组成的海洋 一直蔓延到山谷内部蓝绿色山谷中 彭腐点缀着无数宝石 十分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